荣誉 大周天子最小的皇叔 权倾朝野的冷面摄政王 威震四方的兵马大元帅 极致的尊贵和强悍 人们只知他冷酷无情 却不知他宁可付出一切 也要庇护那个叫南希的女子 对他极致宠爱 百依百顺 可承向府敌女南希 却百般厌弃 更是帮着渣男贱女 利用偏爱算计荣誉 直到他被渣男贱女捅上一刀 王府火光冲天 尸横遍野 荣誉依旧固在他的身边 所有的刀光剑影 荣誉都替他挡下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南希才认清了 他的一颗真心 才知道自己有多瞎 荣誉 是我害了你 这么一个高贵强悍的人 若不是因为他 荣誉绝不可能是这样的下场 若有来世 如果上天垂帘 荣誉 我再也不算进去了 我必穷尽一生来赎罪 耳边突然传来好温柔又熟悉的声音 让他顿感脏腹顿痛 经脉寸断 直到耳边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弱 那种又要失去感 让南希猛地坐起身 沾上冷汗层层 眼底尽是恐惧 作恶梦了 金贵清冷的声音响起 带着几分不燃烟火的气息 毫无预警地闯入南希的耳膜 南希正然转头 对上一双压抑着某种情感的淡漠同眸 荣誉 它真的存在 我这是重生啊 南希脑子里一片空白 轻轻闭上眼 贪恋地深锈一口熟悉的气息 然后慢慢地睁开 眸光渐渐恢复清明 这么俊美出臣的脸 曾经的我 却无数次想逃离 功勋和权势堆积的荣誉 是整个大洲无人敢提的尊贵 可就是一个这样极致尊贵又强悍的人 最后却死得那么惨 南希咬着牙关 心头又是一阵顿痛 都是因为我 本王的存在 当真让你如此难受 荣誉看着他苍白的脸 压抑的眼底 俊美清贵的脸上 浮现一抹苦涩 闭了闭眼 他决绝地转身离去 荣誉 南希开口喊住了他 我有话跟你说 荣誉唇脚紧紧铭起 有话要说 说什么 说 这辈子都不可能喜欢本王 说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就绝对会想办法离开这里 还是说 宁愿死 也不愿意看到 本王这张倒胃口的脸 荣誉握紧了手 本王不想听 南希却强硬地表示 你必须听 你若是不听 我就写一封修书给你 荣誉脸色骤变回头 一双幽深的铜眸 犹如冷记多年的寒潭冰渊 南希一致床颜 伸出一双雪白玉卒 干净的眸子 锁着男人挺拔薛瘦的身影 我身子不太舒服 你帮我把袜子穿上 荣誉站着没动 因为不知道 他又在打什么主意 王爷 南希淡淡又开口 我脚冷 荣誉深深吸了口气 转身走到床前 一袭黑色支金袍浮衬的气势冷峻蒸然 这是一个在将场上运筹帷幄 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战神 这是一个于庙堂上决策朝政 让满朝文武进阶臣服的王者 虽不是帝王 却比当今天子更具帝王之气 可此时 他就这么安静地蹲在床前 低眉给南希穿上袜子 分明做着卑微伺候人的活 却没有丝毫不满 南希垂眸注视着荣誉完美金贵的侧颜 想不通自己以前怎么就这么厌恶这张脸 明明生得如此精致俊美 像是一幅水墨画卷 南希鬼使神拆斑 喊了声荣誉 荣誉沉默抬头 盯着他漂亮红润的唇绊 等待着从这张烟红小嘴里 吐出怨恨嘲弄的言语 等着他日复一日地表达着对他的恨意 等着一颗已经千疮百孔的心 继续被刀锋般的言语凌迟 然而 伴随着一阵浅淡的心香萦绕 却是一张轻粒精致的小脸 在眼前逐渐放大 荣誉铜挪微缩 尚未做出反应 唇半上忽然传来一阵微凉的触感 随时蜻蜓点水 稍触即逝 他整个人却煞食将至如石雕 木然呆重 王爷身份尊贵 全是滔天 容貌也如此俊美 怎么就在我这颗歪脖子树上吊色呢 荣誉回神 不发一语地低头帮他穿鞋 显然没打算回答这个问题 王爷怎么不说话 荣誉抿着唇 你又在玩什么花样 觉得今天的南希有点不太对劲 荣誉抬头看着他 你不是歪脖子树 南希好奇追问 那我是什么树 荣誉沉默片刻 刚想说话 就被护卫青羊打断 王爷 男二姑娘来了 听到那个心死毒辣 煽风点火 来蛊惑南希逃走的人来了 荣誉的脸色一瞬间冷了下来 眉眼英智 周身气息冷酷肆虐 像极了地狱里来的死神 南希一听 那个虚情假意的妹妹来了 淡淡一笑 来得正好 荣誉抿唇 金贵俱美的脸上 笼罩着浓浓一层寒霜 不发一语地站起身 垂在身侧袍袖里的手 微微攥紧 南希却像是完全没看到似的 柔和地开口 王爷 你太高了 头低下来一点 荣誉转眸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没有一点动 南希叹了口气 主动点起脚尖 双手绕到他的脖梗或缓住 然后把他头往下压 抬头便稳住了他的唇 依然只是蜻蜓点水般地触碰 稍触吉里 南希展颜一笑 王爷的唇瓣好凉 不过我喜欢 说完镜子往外走去 荣誉像是被施了定身术一样 僵直地站着 凉久 才做梦似的 抬手轻抚着自己的唇瓣 心头泛起一阵汹涌澎湃的悸动 他是什么意思 荣誉的贴身是位青阳 此时正见鬼市地看着荣誉 南姑娘居然亲了主子 他这是受什么刺激了 王府花园里 南月满脸关切 姐姐脸色看起来好苍白 是不是摄政王虐待姐姐 亲叔哥哥让我带话给你 让你定要忍耐 千万莫与摄政王冲突 他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煞神 耳畔听着熟悉的声音 双眼望着这张前世今生都望不了的脸 南希一时之间 竟有种恍如隔世之般 煞神 真是讽刺 上一世便是听信了你这些鬼话 才合荣欲弱的那个下场 还好意思叫我姐姐 我以前怎么会信了这套姐妹秦山 现在想来南月 不过是想利用我 好摆脱私生女身份进入相府 成为名正言顺的丞相女儿罢了 当初我被困王府 她和顾青叔以我的名头 在娘那里 骗取大鹅银两帮助 利用相府的人脉 让顾青叔平不清云 不知用我的身份捞了多少好处 然后拿着我的钱 两人苟合在一起 当真是可悲可笑 一枪秦深却换来狼心狗肺 姐妹秦深得到的只是恩将仇报 南月见她不说话 有些不解 姐姐 你怎么了 南希轻轻吸了口气 活着的感觉真好 活在知道一切真相 且惨是尚未发生之前的感觉更好 南希回神 目光落在眼前这个南月脸上 摄政王对我很好 我没受什么委屈 南月有些疑惑 以往每次都会说摄政王不好 今天居然说她很好 南月拔尖了声音 语气激动 她仗着身份 把你强弩尽腹 害得姐姐明洁尽尸 幸亏青叔哥哥爱姐姐至身 所以才不在乎失去明洁的姐姐 这叫很好 南希平静地看着她 你激动什么 故青叔爱我至身 所以就算我失去明洁 她也不在乎 南月心虚地点头 这当然不在乎 姐姐不相信摄政王 难道还不相信青叔哥哥吗 南希微微一笑 我当然信她 青叔让你带什么话给我 南月听她终于问到正题 换了一副真诚柔弱的模样 青叔哥哥的意思是 让我早点认祖归宗 以后好帮着姐姐 安排她的仕途 南希明白了 原来自己重生 在被荣誉强弩尽腹的一个月后 南月母女 竟向府认祖归宗前 眼前这个名义上 是她妹妹的女子 其实是她那风流好色的父亲 养在外面的女人所生 连个庶女都算不上 前世南月和顾青叔 利用她的身份 得到了多少好处 南希几乎想直接捅了 这朵黑心白莲花 她压下冲动 唇角挑起一丝笑语 所以妹妹是有求于我 南月一愣 有些不太明白她的意思 什么叫有求于她 以往不是只要说一声 南希就会全盘答应她的要求吗 若非顾忌着南希 那个固执惹人厌的商户娘 哪里需要特意过来 征求她的同意 南月回神 皱眉打亮着南希 这不都是为了青叔哥哥吗 她也想帮姐姐 可摄政王全是滔天 杀人不眨眼 只能小心绸缪 南希冷笑 果然是不放过任何一个 可以在她面前诋毁摄政王的机会 她以前也的确是蠢 被所谓的爱情蒙蔽了心智 以为南月所说的就是真的 久而久之 荣誉在她心里 就成了一个恶魔般的存在 然后一心帮着渣男贱女 害死了真心待她的荣誉 南希微微抬起自己 冰暗色的宽秀 平静地开口 既然是为了顾青叔 那妹妹为什么要害我 南月诧异地瞪大眼 随即委屈地辩解 姐姐这话从何说起 我何时害姐姐了 你可别信了摄政王的挑拨 是吗 南希手腕反转间 一把匕首出现在南月眼前 妹妹可认的这个 这不是青叔哥哥 送给姐姐防身用的吗 南希笑着贴近南月 谁说这是她送给我的 明明是妹妹带着匕首来刺杀我 花园一角 荣誉甄真的看着这一幕 身边的青娘不自觉地咬牙低咒 南姑娘果然是在跟主子演戏 真是个戏精 可恶又可恨 也不知道主子怎么喜欢上这样的姑娘 还非她不可 这边南希手握着匕首 南月一惊 下意识后退 姐姐要干什么 南希弯唇轻笑 匕首划过自己手臂 疼痛袭来 她随即丢掉匕首 目光沉痛 且不敢置信地看向南月 妹妹想杀我 南月将在原地震惊地无法反应 暗处全程偷看的青娘 顿时惊呆了 这是上演的哪出 姐妹俩相爱相杀 主子青阳抬头看向荣豫 话未说完 眼前黑影一闪 她家主子已经消失在原地 南月刚回过神 还没来得及说话 忽然胸口一记剧痛传来 她整个人就被荣豫踹飞了出去 一口鲜血喷出 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荣豫立即回身 轻轻拉起南希的手 你怎么样 荣豫这股轻烈好闻的气息 还是那么令人安心 南希摇头 一点小伤罢了 王爷放心 快传辅一 荣豫冷声吩咐 直接紧紧抱着南希王 请殿方向极力而去 素来金贵淡漠的脸上 只剩下阴沉震怒 多少镇定从容在面对南希时 也常常被摧毁殆尽 南希抬起没受伤的右手 轻抚她贵气俊美的脸 我自己就懂点医术 包扎伤口 又不是什么多难的事情 不用叫抚医 花园里目睹了整个过程的青阳 还呆呆地站着 南姑娘突然间中了什么血 这种一言难尽的白莲花计谋 偏偏竹子好像真就当自己眼瞎了一样 我需要静静 荣豫抱着南希走进内殿 把她放在床沿 伸手就要去解她的衣服 南希抬手制止了她 刚才在花园的事 王爷应该看到了 就不问问为什么 看到了又如何 本王只知道受伤的是你 其中的过程和事实 本王不想知道 他目光紧紧锁住他流血的手臂 先处理伤口 南希却坚持 王爷先回到我的问题 我今天的态度 王爷就一点不感觉奇怪 荣豫顺着他的话 回答的确奇怪 那王爷为什么不问我原因 荣豫轻抚了抚他头 没什么要问的 你就是你 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乖 先处理伤口 南希脸颊泛红 怎么跟红小孩子似的 前世惊生 还是头一次 有人这么跟我说话 看荣豫真的着急于他的伤口 南希心软了不再坚持 请王爷把药箱拿过来吧 荣豫转身去拿药箱 南希靠着床头 语气闲适的跟他聊天 南越死了吗 没有 南希点点头 晃了晃手臂 脱衣服挺麻烦的 王爷 帮我把袖子捡了吧 荣豫便在床前蹲跪下来 开始给南希捡袖子 南希近距离打量着他 越看越觉得这张盛世美颜待看得很 天下难寻 前世荣豫把一颗心都掏出来 放在了我的面前 我却没有珍惜 这一世 我不仅仅护着他的心 还要护着他的人 让所有算计我们的人 统统灰飞烟灭 想到这里 南希握住荣豫的手开口 王爷 我明天想回向府一趟 你同意吗 荣豫动作僵了僵 金贵禁欲的滋容 肉眼可见地阴沉了下来 南希平淡地说 王爷放心 我不是想用今天的示好 换取回去的机会 此次只是有些事要回去做 刚走进店里 就听到这句话的青阳 终于忍不住开口 南姑娘说来说去 不就是想逃离王府吗 主子掏心掏肺对你 你怎么一点都不领情呢 你真以为 那个顾清书 是什么好东西 你是瞎了眼才 放着珍珠选了鱼木 荣豫冷声呵斥 闭嘴 青阳恨恨地闭了嘴 脸上明显还带着几分不满 青阳说得对 南希淡笑 我以前就是眼瞎 才气了珍珠选鱼木 青阳一愣 狐疑地盯着南希看 他居然认同 我的话是对的 今日之前 南希在摄政王府 就是各种坐天坐地 一心想要逃离王府 可今日他再次醒来后 会主动亲吻摄政王 会好言好语展颜一笑 更是自伤手臂 嫁祸白莲花妹妹 像是看清南越真面目 不再来往一般 青阳本以为这南姑娘 终于是被主子感动了 不料却听到南希说 要回相府 他当场就不干了 果然 故意用敌手刺杀自己 使苦肉计 让主子心软 南姑娘 你真是瞎了眼才 放着珍珠不选 选于木 却没想到 这次南希不仅不反驳 居然认同了她的说法 青阳第一反应 南姑娘今天是中邪了吧 还是不解地问 南姑娘都这么说了 那为什么还着急回去 南希倾笑着解释 王爷应该知道 我娘是个商户女 身份比不上名门权贵 但家底应是 我那个风流好色的父亲 当年是个穷小子 靠着我娘的全心付出 十年就坐上了丞相之位 荣誉没有说话 他知道确实如此 男行智能权贵中混得风生水起 能在皇子夺嫡斗争中 全力支持这位新帝 归根结底 是靠妻子庞大的财富支持 我爹现在出人头地了 一国丞相 他早已忘记 当初一穷二白时 对我娘的承诺 忘记了我娘的情深义重 处处嫌弃我娘是个 充满同臭味的商户女 嫌弃我娘配不上她的身份 美貌切实不断抬进府 连养在外面的母女都想登堂入室 青阳撇撇嘴 丞相大人真是个渣渣 忘恩负义 薄情寡义 狼心狗肺 我鄙视她 南希淡笑 所以我要回去 不能让我娘被欺负了不是 青阳下意识点头 男姑娘说得对 不能让坏女人登堂入室 随即一领 立马大声反驳 啊 不对 你回去了 我家王爷怎么办 南希垂眸 看向不发一语 小心翼翼为她包扎的荣誉 金贵俊美的荣誉 此时紧敏的唇绊 一眼就看出她阴郁的心情 像是受了什么委屈似的 南希晃了晃 被荣誉绑成蝴蝶结的手腕 柔声开口 我住在相府东院的锦兰院 王爷若是想见我 随时可以去找我 南姑娘居然不再厌恶躲避主子 青阳又惊又喜 南姑娘这意思是 让我家主子夜叹相归 当采花贼 话音刚落 就对上荣誉头过去的冷眼 青阳脖子一缩 乖乖闭上嘴 退了出去 南希转眸瞥了一眼自己的手臂 荣誉虽是尊贵的王爷 却也是领过兵上过战场的主帅 征战沙场难免受伤 所以处理伤口的手艺还挺好的 他又慢条思理地说 现在我住在王府 也名不正言不顺 与王爷不好 与我明节也不利 等我处理好家里的事情 王爷若是愿意 可以去相府提亲 荣誉一阵 墨地抬头看着南希 像是在探究她话里的真实性 站在屏风外的青阳也是精神一阵 提亲 南希姑娘果然是受了刺激 不行不行 惊喜来得太突然 只怕有诈 我得保持冷静 南希姑娘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她不会是故意好话哄着主子 然后想什么计策对付主子吧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太可恶了 王爷要言有言 要权有权 我没道理放着王爷不喜欢 而去重复我娘的悲剧 南希此时只想让荣誉放心 所以说的话格外真诚 是她醒来之后 真正发自内心的感受 之前她都是坐天坐地 现在醒悟过来 想让荣誉也放下心房 相信她不是在想法逃走 事实上 这一点却是南希多虑了 荣誉对她的要求 向来言听计从 除了从王府离开 只是以前 南希从不屑于 对她提出什么要求 唯一的坚持就是逃离摄政王府 而这一点 偏偏又是荣誉所不允许的 此时她主动放下身段开口 对荣誉来说 已然是一个惊喜 预示着两人美好的开端 不管她说的话 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还是打的什么别的主意 荣誉都不会拒绝她 青阳忍不住又开口 对了 主子 那男二姑娘该怎么处理 要送回相府吗 荣誉淡笑 送回相府干什么 她又不住相府 那送去哪里 青阳自个儿嘀咕 若留在王府 还得派个人照顾 南希突然插了句 她伤之如何 青阳想了想 主子那一脚的威力 足以让一个七尺大汉 瞬间隔屁 好在最后收了七分力道 大概也就是断手断脚吧 可能会伤惨 想起以前她姐妹的关系 担心南希不高兴 连忙开口解释 不过这也不能怪主子 主子看到姑娘受了伤 一时心急才 南希打断了她 微微一笑 我知道 既然她受了伤 就暂时送去顾清书的府上吧 送去顾府 青阳有些无法理解 南希这个决定 南希舒展了一下胳膊 缓缓到不错 帝都所有人都知道 我和新晋状元顾清书 两情相悦 本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却在一个月前 被摄政王强行 带进了王府 以至于顾清书一派的世家 都在说 王爷全亲朝野 目无王法 更有留言说 我入王府后 早已清白不保 顾清书借此宣称 不在乎我的名节 此生非我不娶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痴情真君子 若在此时 把南越送去顾府 青阳两眼放光 觉得这 真是一个绝顶好主意 尤其南越 是在背负着刺杀南希姑娘的罪名之后 被送去顾府 青阳想一想 都觉得格外有意思 此事交给属下去办 不过 到顾府后 该怎么说呢 南希不疾不虚地开口 肇实了说 顾清书嘴上 对南希深情不悔 私底下却嫌弃南希名节不保 恨不得立即断绝跟南希的关系 却又碍于痴情君子的名声 不敢悔诺 所以便让南越刺杀南希 青阳听得目瞪口呆 他原以为自己可以 添油加醋发挥一番 可他发现 即便自己添油加醋之后的剧情发展 也没有南希这番话 来得更有戏剧性 荣誉在一旁默不作声 眼神探究地看着南希 他居然是想嫁祸顾清书 今天的南希 还真有些琢磨不透 上一世 南希一腔真情对待顾清书 结果换来的 却是榨干利用和他的命 这一世 他要主动出击 连本带利地讨回来 刚刚收拾了白莲花妹妹 南希让青阳 把南越送到顾清书那里 并散布谣言 说是顾清书嘴上深情不悔 私下嫌弃不已 碍于名声不敢悔诺 便让南越来刺杀南希 青阳犹疑不定 这样说出去 只怕没人相信 顾清书再蠢 也不可能直接给南越匕首 来王府杀人啊 南希没再多解释 让青阳照他的话 去说就行 青阳还是觉得不靠谱 看了眼他家主子 荣誉只说了 两个字照做 青阳立即出门去办 反正主子都让照做了 他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早就看那个伪君子 顾清书不顺眼了 夜幕降临 南希靠在浴桶里 整理起脑海中的思绪 收拾了白莲花妹妹 该轮到你了 顾清书 南希不由地想起上一世 自己到底是有多愚蠢 到底是对顾清书用情多深 才能让他那么算计 那年 南希才十四岁 正是情窦初开始 喜欢上了少年才子顾清书 而顾清书 当时是三皇子龙楚云的幕僚 两人在一起时 顾清书不断给南希灌输摄政王权倾朝义 残忍暴虑 皇权落他手 百姓必是水深火热 而三皇子心怀天下 从夺敌中胜出 定能国泰民安 只是可惜财力窘迫 希望南希能说服他娘亲全力支持 那时的南希天真的以为 顾清书真的心怀天下 自然义不容辞的权力帮助 顾清书给南希画了的大饼 保证日后功成名就 定不负他 就这样顾清书利用南希娘亲丰厚财力 扶持了三皇子上位 成了开国大功臣 荣宠加深 风光无限 三皇子登基后 便设计除掉摄政王 正好那时南希被荣誉强弩禁服 顾清书便让南希去联系南希 做他们的内应 套取摄政王府的情报 在南希的帮忙下 摄政王府沦落问中之鳖 他也失去了利用价值 顾清书便露出了真面目 让南希出手除掉南希 说他是残花败流 配不上自己 南希永远都忘不了 摄政王府通天火焰 南希的匕首 毫不留情地扎在他的胸口 关键时刻 那个浑身是血的摄政王 飞身而来 像是从天而降的神奇 一脚踹飞了南希 把南希牢牢地护在了怀里 南希清晰地听到 被踹进大火中的南希 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却无暇顾及了 愣愣看着 荣誉那张素来金贵优雅的脸 被鲜血染成红色 他自己都已经筋疲力竭 却毅然牢牢地 把自己护在了怀里 那一刻 南希才意识到 自己有多愚蠢 意识到荣誉的真心 意识到荣誉的结局 完全是他一手造成的 他进入摄政王府一年多 一直对荣誉仇视怨恨 从未跟他靠得如此之近 没想到在生命最后一刻 反而能安安心心地 待在他的怀里 被他庇护 如果不是他的算计 那阴险的皇帝 又怎会是荣誉的对手 手握兵权的荣誉 又怎会落到这般境地 眼泪落入玉桶 窗外一缕清风附近 南希瞬间惊醒 真是个不美好的回忆 南希很庆幸 眼下许多悲剧尚未发生 心地也羽翼未封 这一世 顾清书和皇帝 别想再算计荣誉 南希跨出玉桶 穿上柔软宽松的请袍 赤脚走到同镜前 看着镜中 倒映出一张 少女轻力精致的容颜 十六岁 最好的年华 至于顾清书的仕途 还是就此终结了吧 她那种人 就只配做吓人 侍女突然一声惊呼 姑娘怎么不穿鞋子 万一受了风寒怎么办 南希正要说话 一身墨色长袍的荣誉 走了进来 脸颊不由自主地红了红 侍女识趣地退了出去 荣誉急不走上前 把南希抱了起来 南希转头看她 王爷 我不冷 我们还没有成亲 你还不能写修书 若是想写修书给本王 须得成了亲才可以 南希微愣 这才想起 早上自己刚醒来时 跟她说的那句话 她反射弧这么长 到了晚上才反应过来 修书是夫妻之间才能写 摄政王荣誉 对南希的宠爱 可谓到了极致 就连她在房间赤足 都能让荣誉紧张万分 重活一世 南希也终于开始欣赏起荣誉 早上刚醒时说的那句话 荣誉现在才反应过来 修书是夫妻之间才能写的 还有点可爱 她笑了起来 荣誉 你喜欢我 南希心里很清楚 若不是喜欢 前世怎么可能由着她算计 她堂堂摄政王 想要什么样的女子得不到 非得使用强硬手段 把她困在王府 最后还因为她 而落了个凄惨结局 荣誉沉默地抱着她走进内殿 轻轻地恩了一声 南希好奇地追问 为什么 我除了一张脸还能看 就没什么过人之处了 你看上我哪一点 荣誉轻轻把她放在床上 娴熟地为她盖上被子 回到你很好 听起来像是敷衍的两个字 却带给了南希莫名的悸动 重活一世 她学会了用心去感受 荣誉是个不善于花言巧语的人 她说得你很好 比起顾清叔的诗词 要真诚得多 至少 她是个宁愿让箭矢射入自己身体里 也要护她安好的 折腾了一天 又是大梦初醒 南希躺在床上 很快被困倦淹没 只是临睡之前 心头模模糊糊浮现一个疑惑 荣誉是何时开始喜欢自己的 以后有机会 一定要问问 看着南希没有再赶她离开 有她在身边 也能安心熟睡 荣誉满心欢喜 只要她开心她好 自己怎样都行 次日一大早 青阳便把昏迷的南岳 送到顾府顾清叔手上 故意引起百姓观望 按照南希的交代 一字不落地宣扬了出去 并且冷冷地朝顾清叔问罪 我家王爷雷霆大怒 此事还请顾公子 给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 丢下这句话 青阳转身就走 果然引起了一阵骚动 这顾公子自诩痴情君子 没想到 私下却是这般模样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顾清叔心头大惊 让人关了府门 把南岳交给仆人 让找大夫过来 给南岳诊治 从他嘴里问出事情 顾清叔也在琢磨 南岳刺杀南希 而摄政王专程派人 把南岳送到自己府上 难道是知道了 我和南岳的关系 不应该啊 这恐怕是挑拨离间之计 流言很快就会传开 我得快些去相府解释清楚 而这边摄政王府 荣誉为南希准备了豪华软校 还有一众部位丫鬟 随他回相府 房间里 荣誉正低头 替南希挤腰带 眸光落在南希 被宽秀遮掩的手臂上 你的手伤还没好 不能等伤好了再回去吗 南希抬眸望着他 美得近乎妖孽式的容颜 微微一笑 就是带伤回去 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荣誉便沉默了 南希突然伸手抱住荣誉的腰 嗅着他身上轻裂干净的气息 我不会离王爷而去的 这一声 南希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 荣誉立马打断他 不许胡说 抬手抵住南希的唇 谁敢伤害你 本王让他生不如死 南希恩了一声 心里也在默念 谁敢伤害你 我也让他生不如死 苍天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 不就是为了替前世的我们 讨回一个公道吗 随后 在荣誉亲自护送下 走出摄政王府大门 南希看着眼前这阵仗 嘟囔了一句 随时的人数 会不会太多了先 荣誉侧側头看着南希 问你不喜欢 他们可以保护你 南希明白荣誉的心意 现在还不想那么高调 叹了口气 没有不喜欢 就是人太多了 许一般好吗 侍女两个 护卫八个 荣誉沉默片刻点头 听你的 没一会儿便到了相府 由着贴身侍女迎月和迎双参 扶下了马车 相府大门外的守卫 看见她从马车上下来 满脸的不可置信 大小见 小人即刻去禀报相爷 顾公子也在 实在没料到 被摄政王困在府中的大小姐 会突然回来 说话都与无伦次的 南希停在门前 淡淡一笑 顾亲叔也在 相府守卫连忙回应是 就在松鹤院 南希服了服衣袖 抬不往里走 不用禀报了 我自己进去吧 也好给爹娘一个惊喜 守卫文言立马让开路 大小姐慢走 对于相府中人来说 她不过才离开 相府一个多月而已 而对她自己而言 却已是前世今生的漫长经历 顾亲叔 你前世对我的所作所为 我会一点一点全部还给你 南希竟自往松鹤院的方向而去 世人皆说 权倾朝野的摄政王 将丞相敌女南希强弩禁服 限制自由 可实际这个位高权重的摄政王 除了南希要离开王府 其他任何事 全都按南希心一般 大梦初醒的南希 态度180度转变 荣誉的好终于被她看见了 南希决定亲手撕毁 伪君子顾亲叔的仕途 说服荣誉 让她回了丞相府 刚进入松鹤院 南希就听到 里面顾亲叔信誓旦旦的声音 此事一定是摄政王的挑拨离间之计 小旭从未让南越去刺杀西妹 西妹是我的妻子 我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南希听着这话在门外顿步 心里泛起了冷笑 倒要看看这个顾亲叔 还能说出什么来 里面又传来了女子焦急的声音 我暂时不想知道真相是什么 我只想知道 希尔现在怎么样了 她伤得严不严重 相爷 希尔可是你的女儿 她在摄政王府受了伤 你就无动于衷 南希听着母亲的声音 心头忍不住发酸 她娘亲是唯一把她放在心肩上藏的亲人 可她以前一心扑在顾亲叔身上 却忘了自己娘亲过得也不好 女儿受伤 她父亲男行之还绷着脸 你要我怎么办 去摄政王府要人 顾亲叔还需要利用南希套情报 忙躬身 说岳父大人 去王府接人 还请您三思 男夫人一听这话微怒 冷冷看着顾亲叔 三思什么 希尔命都快没了 我们不能去 把他接回来 顾亲叔忙解释 小旭不是这个意思 可摄政王是个喜怒无常 又心狠手辣的 只怕惹怒了摄政王 他会伤到希妹 顾亲叔的懦弱推辞 男夫人岂能不明白 眼神发寒直钉顾亲叔 所以就任由 希尔留在摄政王府 顾亲叔 希尔对你一心一意 你若真敢伤害她 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顾亲叔心虚地低头保证 岳母大人放心 小旭就算伤害自己 也不舍得 伤害希妹一根毫发 是吗 听外传来一个 不嫌不淡的声音 三人闻声奇奇转头 随即不约而同的 瞪大眼 希尔 男夫人第一个冲过去 抱住了南希 心疼地问她 这些日子 有没有受什么委屈 摄政王有没有欺负她 伤到哪了 快让为娘看看 南希亲身安抚 娘 我没事 你们别担心了 顾亲叔很震惊地 看着南希 半天才说希妹 你怎么回来了 南希放开她娘 转头看着顾亲叔 我听说父亲要把南越母女接进府 我当然得回来看看 是个什么情况 南行之夜正疑惑南希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听到这句话 脸上立时浮现几分尴尬 几分羞怒之色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作为异国之相 府中妻妾成群不说 还公然在外面养了外侍 如今更要把外侍母女接进府 这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情 南希淡淡一笑 原本我是不知道的 可南越昨天借着探望我的名头 去摄政王府 着实炫耀了一通 我跟他争辩了几句 他居然拿匕首刺伤我 幸亏摄政王相救 不然为凶多吉少 此言一出 南夫人顿时大怒 什么 南越那个小剑蹄子 居然敢刺伤你 我非批了他不可 南希笑着开口 打断了他的话 娘 南越早上就被摄政王府的护卫 送去了顾 说到这里 南希转头看向顾亲叔 亲叔 既然南越去了你呢 麻烦你好好照顾他 顾亲叔还装正经无辜 西妹 男女授受不清 把他送到我的府上算怎么回事 南希却立马表示 不然把他送到哪 南家大门 他是别想进来的 只要有我在一天 他永远就是个外侍女 顾亲叔脸色骤变 看着性情突然变得不一样的南希 有些惊疑 西妹 你怎么了 南夫人也是诧异地看着自己女儿 不太明白 她在顾亲叔面前 态度为何会如此强硬 完全没了以往的仰恋 不过这样的南希 却让她感到心安 南夫人是个过来人 她看出 这顾亲叔和南行之一个德性 以后未及人臣 同样会抛弃糟糠之妻 左拥右暴风流成性 南希默了默开口 我没怎么 南越刺伤我这件事 已经在外面传开 我怕爹娘担心 便回来小住几日 说着 他指了指 站在外面的银月和银霜 摄政王还特意派了人保护 顾亲叔心头微动 按道保护吗 我看是监督吧 难怪南希今天说话的 语气和态度跟以前不同 原来是故意说 给外面的侍女听的 觉得还是那个单纯天真 最爱她的南希 又故作一副 深情款款的模样 喜妹 这些日子委屈你了 是我没用 南希平静地接下她的话 你的确没什么用 顾亲说 我们解除婚约吧 男人还幻想着 利用南希步步高升 扳倒摄政王荣玉 却不想南希说 要和她解除婚约 顾亲叔打死都不幸 看着南希身旁的银月银霜 觉得是摄政王威胁南希的 南行之和南夫人也是一愣 女儿不是爱惨了顾亲叔吗 怎么会主动提出解除婚约 顾亲叔听出 南希是认真的 故作一副温柔心疼模样 喜妹 我知道 一切都是摄政王强逼于你 这不是你的错 我不在乎 南希平静地 望着顾亲叔表演 心下忍不住想 好演员啊 演得可真是像 一副深情好男儿模样 若放在以前 南希定会被感动 和她相拥而弃 可现在 南希作为观众出现 她神情淡漠坚定 顾亲叔 我心意已决 别再对我抱有幻想 随后转身搀扶着她娘亲 回厅女楼 顾亲叔不死心地 还想再争取一下 南希却当听不见 静止跟南夫人一道离开 银月和银双 带着几分警告意味的杀气 瞪了眼顾亲叔 让顾亲叔 直接愣在原地 南希不好攻略 顾亲叔转头 看向南行之 岳父大人 希妹定是 受了摄政王的威胁 她和月儿姐妹感情这么好 月儿怎么可能会伤她 南行之眼神探究地 看向南希离开的方向 若有所思 突然听到顾亲叔称 南岳为月儿 这般清静 亲叔 你不会想脚踏两只船吧 顾亲叔心虚地解释 岳父大人说笑了 小旭只喜欢希妹一人 对月儿妹妹 是爱乌及乌 这边南希扶着她娘亲 回到厅语楼 转头吩咐银双 你找人 把刚才我跟顾亲叔说的话传出去 就说我和顾亲叔取消了婚约 且顾亲叔也同意了 记得别找摄政王府的人 银双迟疑地问 顾公子好像没有同意吧 南希冷笑 丞相府敌女退婚 轮得到她不同意 银双便不再多言 领命去办 方才在松鹤院 南希陪着顾亲叔演戏 即立刻致想一刀捅死顾亲叔的冲动 她还想有婚约 最好从此以后 再也没人把他们扯到一起 现在她是听到顾亲叔的名字 就觉得恶心 母女二人凭退下人坐了下来 南夫人若有所思地看着南希 希尔妮想解除婚约 娘不反对 可为何这么突然 心里疑惑 自己女儿才到摄政王府一个多月 怎么就突然间态度大变 毕竟她是亲眼看着自己女儿 对顾亲叔 四年如一日的死心塌地 南希深深吸了一口气 嘴角扬起释然笑容 这就一言难尽了 娘放心 我既不是被迫 也不是有什么难言之意 女儿的确是对顾亲叔恨之辱 恨不得她立即死了才好 可惜她还不能死 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理由 南希心里清楚 刚才她跟顾亲叔说的话 自命倾刀的顾亲叔 绝对不会相信 她会自动挠不出许多南希 是受摄政王胁迫 或者南希故意演戏 给摄政王侍女看的戏码 以为南希心里 绝对不可能放得下她 不过南希要的正是她自欺欺人 她越是不信 她才能把她前世 对她的所作所为 一点一点全部还给她 南夫人给南希倒了茶 雨带忧虑喊着希尔 你去了摄政王府这些日子 娘没一日不担心 你爹那个懦夫 根本不敢去跟摄政王硬碰 摄政王对你怎样 是不是真如传言那般凶神恶煞 说到荣誉 南希笑了起来 告诉她娘亲 摄政王是个很好很好的人 外面传言多有夸张 而且自己想嫁给摄政王 南夫人大惊 很不可思议地望着南希 南希脸上浮现一抹娇羞和认真 娘别这么惊讶 一个姑娘被位高权重的男子掳去 早已清白尽失 我不嫁给摄政王 还能嫁给谁 南夫人才不管对方是谁 只关心自己女儿的幸福 拧着没问南希 喜欢摄政王吗 她身份那么尊贵 以后肯定也是妻妾成群 娘 她不会 南希语气平静 却透着一种莫名的坚定和信任 荣誉身份地位 想要什么样的女子没有 可这么多年 一直不尽女色 这份自制力不是人人都有 我虽然还谈不上喜欢她 但也不讨厌 南夫人文言越发不简 你喜欢顾清说四年 对摄政王只是不讨厌 那为什么要嫁她 一说起顾清说 南希眼底竟是厌恶和恨意 娘 顾清说那伪君子不值得我喜欢 我认识摄政王时间短 以后可以慢慢喜欢上 而且 梁清不觉得摄政王长得好看 又有权有势 是最佳夫婿人选吗 母女俩聊得畅快 却没注意到隔墙有耳 顾清说不知何时 你偷摸过来听墙角 听到南希说最佳夫婿人选 她恨意盎然 觉得南希踩高捧低 转身离去 准备快点给皇帝出谋划策 把荣誉这个摄政王给拉下来 南夫人还是有所顾忌 压低了生意 摄政王手握重拳 当今皇上对他忌惮得很 万一以后有什么 你也会受牵连的 南希却淡笑 娘 荣誉对我好 我也会对她好 新帝不是荣誉的对手 想算计荣誉 也得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 南夫人赶忙出声打断 这种话不能随便说 隔墙有耳 南希却并不在意 会不会被人听到 娘 没关系 就算真有万一 能跟荣誉死在一块 我也愿意 心想 她反正都死过一次了 今生再来一次 又何妨 况且 南希已不是前世的南希 她心里清楚 只要自己不成为荣誉的软肋 任何人想算计他们 都没那么容易 她倒想看看 这一世到底是皇帝 能把强悍的摄政王除掉 还是摄政王把皇帝拉下马 南夫人正要说话 门外却突然响起一个女子跋扈的声音 大娘 我娘让我来取三千两银子 去买新镯子 明天带去保龄郡主的生辰宴 南希皱眉 这声音是南娇 她是把娘亲这儿 当成票号了吗 想要银子就来拿 一个庶女 也敢对我娘大呼小叫 今天姐姐我就教教你 何为理数 小切生的庶女 竟敢大呼小叫 叫嚣当家主母 毫无尊卑可言 南希这才知道 以前她对她娘亲有多疏忽 后院这些妾室庶女 对她娘是这样的态度 南夫人让南希不用动怒 不过是拿点银子 没必要放在心上 我都懒得 与她们争执这些 就当是打发乞丐 南希扑斥一笑 哪有给乞丐这么多银子的 张口就是三千两 这样下去 娘亲就算有金山银山 也不够她们挥霍的 南夫人压低了声音 让南希放心 给她们的不过是些现银 小钱 那些值钱的产业 都是给你留着呢 南希心头一酸 南夫人摸了摸南希的手 安抚着 你爹做事小心谨慎 又自命清高 觉得银子是俗物 所以这些年 一直两袖清风 凭她那一点俸禄 都不够维持府里的开销 何况还有外面一些 官员之间的来往礼数 所以 府中的日常开销 都得跟我伸手 她们再无礼 也不敢放肆 南希冷笑 自命清高 堂堂一挺丞相 拿原配妻子的银子去养女人 除了我这位奇葩的爹 大概没人能做得出来了 哦不 还有一个顾清说 拿着我的钱 跟南希打得火热 跟我爹也算是不相上下 门外半上没听到回应的南娇 就要往屋里闯 却被手持匕首的银月 拦住了去路 南娇心惊肉跳地盯着 横在自己眼前的银月 你干什么 你是什么人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银月挑挑眉 你当然没见过 不过 你只要知道我手里 拿着的是什么就够了 南娇怒吓放肆 你知道我是谁吗 居然赶揽我的路 想死是不是 银月半步不让 冷冷盯着南娇 你不就是丞相府 一个见不得人的庶女吗 也敢在丞相夫人院子里 大呼小叫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是高高在上的公主呢 南娇蛮哼霸倒惯了 头一回吃憋 银月语气带着十足的恐吓 你什么你 我劝你还是收敛一点 否则后果自负哦 在南娇眼里 这不过是个伺候人的侍女 也敢跟她这样说话 抬手就要呼过去 突然被一个清冷的声音震住 南娇从内室走出来 表情淡漠 南娇 在我娘院子里 显摆你的庶女威风 谁给你的胆子 南娇没料到 会在这里看到南娇 脸色一僵 大姐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南娇淡漠地看着南娇 刚回来 需要跟你包背吗 南娇唯唯诺诺表示 我不是这个意思 大姐别误会 我只是 只是来跟我娘要银子 南娇淡漠一笑 表情带着说不出的讥讽 我娘欠你的 没道理的南娇 脸色瞬间涨红 被南娇堵得有些下不来台 不由也生了几分脑溢 大娘只掌福利中愧 我要用银子 不就得跟她要吗 南娇好想笑 这些人怎么就能说得理直气壮 既然你也清楚 这内宅是谁在当家 就应该知道我娘的身份 以及你们母女的身份 所以还请妹妹以后 摆正自己的态度 南娇立马不装了 大姐说这话 就没意思了吧 谁不知道 大娘出身伤祸 我娘虽是妾室 却是这儿八经的世家千金 若论身份地位 指不定谁尊谁卑呢 银月文言 立马横眉怒眼 你说什么 南娇被银月气势吓倒 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 你想干什么 这里可是相府 你最好别乱来 南娇心头微暖 却并不把南娇放在眼里 淡淡开口 既然你觉得李姨娘出身尊贵 就管她要银子去吧 别在这里惹人闲 银月 把她丢出去 银月大声应道是 银月手持匕首 慢腾腾地逼近 看着南娇逐渐苍白的脸色 不由吃笑 你滚不滚 银月的气势和目光 把南娇吓到了 放了句狠话 就麻溜地滚蛋了 南西面无表情地望着她 落荒而逃的身影 转头看向银月 她刚才说 明天是宝林郡主的生辰 李姨娘出身上叔府 虽是上叔府庶女 却也是正儿八经的 官患家小姐 比起出身商户的 丞相夫人袁氏 她像来自任高人义的 从不把南夫人看在眼里 尤其南行之 也公然嫌弃嫡妻妻的出身 李氏自然 更加有恃无恐 所以当南娇哭哭啼啼 回到翠玉轩时 她又惊又疑 你说什么 南西回来了 她不是在摄政王府吗 南娇拉着她娘亲的手份 恨说不知道 随即恶意猜测 定然是被摄政王抛弃了 不然她怎么不声不响 就回来了 他们不给银子 南西还说我对她娘无礼 让我认清自己的身份 说娘只是个妾室 根本不配在她面前说话 李氏一听咬了咬牙 简直是可恶 随即阴冷一笑 没关系 南西就是个没脑子的蠢货 也就嘴上沉沉威风 遇到那个顾青叔 还不是屁颠屁颠 就倒贴了上去 装什么矜持尊贵 南娇擦去了眼泪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拿不到银子 就买不到那只心仪的镯子 明天还怎么去参加 宝林郡主的生辰宴 李氏对着镜子理了理并发 自信开口说 别急 娘生的美 又有轩尔这个相府独子 在你爹面前争气 还怕对付不了一个元氏 李氏胸有成竹地笑了笑 娘这就去帮你把三千两银子要来 哦不 三千两哪够 至少得五千两 口口声声 喊着自己是这儿八经的世家小姐出身 怎么也瞧不起商户女 却舔着脸问人家要银子 要不到 便跑到南行之面前去装可怜哭诉 老爷 宝林郡主可是长公主最疼爱的女儿 娇娇好不容易能去跟名门贵女打交道 凭什么南希一回来就断了这个机会 她是不是自己过得不如意 就故意为难娇娇 大夫人就这么教导女儿的吗 妾身向来教育娇娇 不可对长辈无礼 也不知是不是今天礼数不周 惹大小姐生气了 南行之这个假清高 听了小妾片面之词 就指责自己的原配夫人太不像话 相府嫡女却毫无容忍之量 立即叫来贴身侍卫 你去告诉大夫人 我要用银子让她拿五千两给我 李氏几乎想放声大笑 却硬生生忍住了 给南行之加了块肉 相爷对妾身真好 吃块肉补补身子 南行之被她哄得心花怒放 经营这种俗物 以后别在我面前提起 我不耐烦听这些 每次听到银子 她就忍不住想到原配妻子的出身 一个卑贱的商户女 堂而皇之地霸占着丞相夫人的位置 实在是让人心头不悦 李氏娇柔的依偎过去 老爷是心怀天下的贤臣 妾身只是被金银沾染的俗人 吃喝穿戴都离不了他 还得靠着老爷赶话呢 南行之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哼了一声 就你嘴巴会说 李氏心里撇嘴 你不就爱吃这一套 脸上却笑得越发灿烂 不停地给南行之加菜 这时贴身示威陆飞回来 公身禀报 相爷大小姐受伤 夫人心情不好 谁也不见 李氏文言脸色一变 原是这是故意要跟我作对 南行之愣了一下 才想起南希昨天被南岳刺杀一事 不由皱眉 大小姐伤得重不重 陆飞刚要回话 李氏已然开口 老爷真相信是南岳刺杀了大小姐 南岳性子柔弱 进了相府 还得看嫡姐的脸色过日子呢 她有什么理由刺杀南希 南行之文言 似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你的意思是说 南希故意陷害南岳 李氏淡淡一笑 切身不敢这么以为 只是表达一下自己心里的疑惑 老爷想弄清真相也不难 只要去看看 大小姐是否真被刺伤不就知道了 她不相信 如花似玉的南希 真敢在自己身上划上一刀 南行之想了想 觉得也有几分道理 她当了丞相之后 已经不想再踏进原室的院子 此时却不得不站起身去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边南希猜到一会儿 她父亲回过来 唇角挑起嘲弄的笑意 李氏拿不到银子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还不知道怎么在父亲面前挑拨离间了 南夫人淡笑 三千两转眼长到了五千 李氏 在你父亲面前 从来都是狮子大开口 南希冷哼了一声 娘也别担心 从今以后 他们别想 再从娘这里 拿到一两银子 南夫人很意外地看着自家女儿 什么时候这么强势了 希儿 你最近受了什么刺激 南希心里回应 可不是受了刺激 四年深情付出换来了狼心狗肺 自己落到一个凄惨结局不说 害得那位金贵禁欲 如天神般的摄政王 也不得善终 身上背负着人命 还能跟以前一样无底线的善良 片刻抬眸 看向她娘亲 娘还喜欢父亲吗 你对这个负了你的男人 还有一点割舍不下的情谊吗 南夫人性子本就洒脱 南行之如此负她 哪有那么多割舍不下 总纠结着 不该纠结的东西不放 反而是在惩罚自己 娘没那么傻 南夫人环顾这屋子里的精美陈设 也许只是 不想让多年努力便宜了那些贱人 当年你爹一穷二白 连进京赶考的盘缠 都是我出的 我供她吃喝 供她读书 她入室之后 需要各处打点 所有的银子 也都是我出的 完全可以说 她有今天的身份地位 最大的功臣就是我 我要自寝和离 相府的一切 就归了李氏那件人所有 我多年复出 到头来 却是为他人做嫁衣 她想的美 南希文言心下微松 挺好的 看来母亲对父亲 也是失望透顶了 如此一来 我以后行事 也没什么可顾忌的了 南行之士 效忠新帝的人 前世害死摄政王这件事上 她也没少出力 从头到尾 对南希这个嫡女的生死 毫不关心 在南行之心里 妻子是让她丢脸的商户女 女儿则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只要阻碍了她的仕途 那么 谁都是可以被舍弃的 这一世南希归来 就是拿回属于 他们母女的一切 任何人敢不自量力地消想 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他都会让他们 付出应有的代价 这会儿 南行之带着李氏 来到了厅语楼 夫人和大小姐 可在屋里 银月淡淡点头在 南行之不满银月冷淡的态度 不过想到这个侍女 是摄政王府的人便忍了下来 然而 李氏却是个不识货的 直接怒喝了过去 你这个侍女 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 看到相爷过来不行礼就罢了 还不赶紧把门打开 银月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 姑娘没吩咐我开门 你是哪根葱 反了 奴婢敢跟主子叫板 李氏爆喝一声 你是想死了是吧 你知不知道 你在跟谁说话 南西推门走了出来 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这个家里还有没有一点规矩了 李氏仗着南行之在 觉得南西不敢对她无礼 挑衅道忧 大小姐在说谁 说我吗 南西一眼就看出了她的心思 却依旧淡漠 李姨娘倒是有几分自知之明 小妾怂恿着南行之 去郑夫人那里要银子 仗着南行之的身份和宠爱 挑衅南西这个相府大小姐 南西却不惯着她 三言两语便让李氏暴跳如雷 大小姐这么跟长辈说话 不觉得不恭敬吗 南西亲羊嘴角 原来李姨娘还记得 我是这个家的大小姐 那是不是也该记得 当家夫人是谁 别忘了正妻和妾室的尊卑之别 需不需要 我提醒你 该如何维持一个小妾 该有的分寸和礼仪 李氏背对的哑口无言 她是世家小姐出身 也的确只是个小妾 自己理亏 又装可怜 转头看向南行之 老爷 你看她 南行之张口就指着南西 够了 希儿 怎么跟长辈说话的 南西丝毫不怒 反而更加默然 我哪里说的不对 我是嫡长女 是向腐质二八经的主子 李姨娘只是个妾室 我高兴时称她一生姨娘 不高兴时 她在我和我娘面前 都得自称奴婢 眼下她无理在先 父亲反倒指责其我来了 女儿没有卖她的面子 南行之微怒 你放肆 怎么更为父说话的 让你母亲出来 南行之心里更加鄙夷 果然是商户女教出的女儿 没有一点嫡女的风范 南西淡笑悠悠开口 说起母亲 我还想起一件事 这丞相府正妻 只有我娘一人 按照规矩 所有的数字庶女 都该尊称我娘为母亲 而不是大娘 李姨娘是妾室 就算是她的亲生儿女 也只能称她一生姨娘 这就是正妻和小妾的区别 说着 南西懒洋洋挑眉 父亲身为一国丞相 应该不会在内宅规矩上 落人口舌 惹人笑饼吧 南行之闻言大怒 放肆 南西 你眼里还有没有 我这个父亲 你不遵长辈 骄纵跋扈 立刻给我去祠堂里跪着 这可不行 银月站出来护住南西 冷冰冰地开口 我家王爷让我要好好保护姑娘 绝不能让任何人欺负姑娘 谁若是敢惹怒了姑娘 我家王爷发起怒来 我跟银双可吃不消 都得一五一十俱事已告的 银月话音落下 南行之和李氏都安静了 堂堂一国之相 这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摄政王荣玉的威名 相当好用 这时 南夫人从那是走了出来 已经完全把曾经深爱的男人 当成了陌生人 眼里没有丝毫爱你 如此气势汹汹地找我干什么 又来要银子 南夫人说得直白 完全不顾济南行之清高的心 果然 南行之闻言脸一黑 什么叫又来要银子 这府里的东西 本相无权动用 你即刻从库房里 给我取五千两银子来 南夫人冷笑 库房 不知相爷 每年往库房里放了多少银子 我倒是想取来 可库房里有吗 南行之恼羞 成怒大吼 你眼里只剩钱了 别忘了 你是丞相夫人 你出去看看 外面那些一品二品夫人 哪个不是高雅端装饰酒花茶 有谁整日里 把这些俗物挂在嘴边呢 果然是商户女出身 尚不得台面 南夫人也丝毫不恼怒 但笑着 既然相爷听不得这些俗物 也看不上商户女 以后就别让人来我这里拿银子 库房若有银子 就直接去库房取 免得传出来 还让外人以为 你堂堂相府的妾室庶女们 都得靠着一个商户女来养活 变污了 你那些妾室们清贵 高雅的气质 说吧 迈出门槛 温柔地看向南希 希儿 娘在府中 呆得实在闷得慌 我们出去逛逛 看看给你添些什么首饰之类的 南希挽着她娘的胳膊 笑眯眯地印下好 母女二人手完手走了出去 南希又回头吩咐音乐跟着她 银双留在府中 别让人在她娘亲屋里乱翻 要是少了什么值钱的东西 回来为她试问 银双面无表情地印下 母女二人浑然不管男行之 和李氏那黑橙锅底的脸色 男行之自命清高 唯一收入就是她的凤宁 却根本不够府中开销 全都是靠南夫人才能吃香喝辣 李氏很清楚 有些急了 老爷 这娇娇的镯子怎么办 南夫人头一回拒绝给银两 男行之被弃得不轻 根本不想再搭理李氏 哎怎么办怎么办 真是不可理喻 我乃辅助天子之人 岂能因这些黄白俗物 污了名声 南希觉得这个爹还真是好笑 历身于世间 谁能真的做到不沾半点俗物 除非不吃不喝 直接羽化成仙 是钱财如粪土 有这么高捷 怎么不归隐山临去 反倒在这勾心斗角的官商中 苦苦挣扎 马车行驶在长街上 南希不由地感叹 前世被困在摄政王府 若非他一个劲地作 想要离开王府出来 看看这喧闹场景 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抬眼看到 一间熟悉的莫宝斋 回过神 淡淡一笑 娘 咱们去看看 南夫人掀开帘子 朝外面看了看 眉头微皱 希儿 你莫非又是想买什么东西 送顾清说 南希摇头 不是送她的 南夫人眉头一皱 难道是送给摄政王的 踏进莫宝斋 南希看到掌柜 正在给一个客人介绍宴台 她漫不经心地打量了一番 极有耐心地等着 莫宝斋外面 响起一个少女惊诧的声音 南希 莫宝斋内顿时一阵安静 掌柜的和那位准备买宴的公子 都起起转头看去 南希自然也顺势转头 看到一位子群少女 眼神讥讽地在打量自己 南希 你不是应该在摄政王府吗 怎么来了这里 不会是摄政王不要你 把你赶出来了吧 南夫人还以为是南希的朋友 没料到一张口就如此让人厌恶 你是谁家的小姑娘 怎么说话如此没礼貌 少女看到南夫人 皮笑若不笑地嘲讽 哟 我倒是谁呢 这不是丞相大人府上 那位出身商户的正义品夫人吗 怪不得南希在这里 不过也能理解 一个刚刚失去了明节 又被抛弃的女子 这娘亲要是不多疼着点 万一寻短见了怎么办 你们说是不是啊 她身边跟来的侍女纷纷点头 郡主说得对 南夫人越听这小姑娘说话越隔音人 正要跟她理论一番 却见吟月气势汹汹地走上前 我倒是谁在这里阴阳怪气 臭气熏天哪 原来是宝兰郡主你啊 郡主是最近没人疼没人爱 见我家姑娘有人宠着 忍不住眼红极多了吗 少女脸色胀红 你是什么东西 赶来教训本郡主 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羊手就朝银月的脸上呼过去 银月末地抓住她的手腕 抬手就是一个耳光扇了过去 清脆响亮 整个墨宝斋的人都惊呆了 郡主前一秒还趾高气昂 扬言要撕了小丫鬟的嘴 下一秒就被小丫鬟无情的一巴掌护在脸上 整个墨宝斋的人都惊呆了 宝兰郡主不敢置信地捂着自己的脸 你居然敢打我 银月慢条斯理地活动了下手腕 容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银月 摄政王府金牌护卫之一 奉我家主子之命保护南希姑娘 别说打了你 就算当街把你杀了 我保证你的爹娘 也不敢找我家主子兴师问罪 宝兰郡主从听到我是银月 摄政王府的金牌护卫之一开始 肉眼可见的耸 想死的心都有了 银月又朝后退了一步 郑重介绍 这位南希姑娘可是摄政王府的女主子 未来的摄政王妃 我家王爷心头主 王爷特意交代过 任何人敢对南希姑娘无礼 打死打残了 都算在我家王爷头上 谁敢不服 找我家王爷理论去 南夫人不由转头 去看自己的女儿 摄政王当真这么说过吗 南希心头一动 丝毫不怀疑银月说的真假 毕竟荣誉那深厚的爱 她最清楚 倒是挺像她会做的事 此时的银月气场强大 瞪着宝兰郡主 以后再敢对我家姑娘 无礼挑衅试试 宝兰郡主 根本连一个字都不敢反驳 眼泪都禽在了眼眶里 本属下的 片刻后 宝兰郡主啊的一声大哭起来 我不敢了 不敢了还不行吗 慌慌张张逃走 侍女们也赶紧跟上 莫宝斋再也没人敢多说一个字 一场挑衅的闹剧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丝毫没有拖泥带水 南夫人眼带崇拜地看着银月 真有气势 银月没开眼笑 服了服身 多谢夫人夸奖 保护姑娘是奴婢分内职责 南希刚想让银月低调 话还未出口 就听到一声熟悉的喊叫 南希转头看去 顾清书匆匆地跑了进来 南希淡淡瞄了一眼 这一声顾公子 让顾清书脸色微变 怎么叫得这么生分 随即又开始了他的演技 西妹 我有话想跟你说 能不能找个地方单独谈谈 听起来就像被人驶乱中气似的 南希注意到 莫宝斋好些人都竖着耳朵看热闹 那就正好借此给顾清书当头一棒 语气平静地开口 顾公子 男女瘦瘦不轻 况且我们已经解除婚约 南越刺伤我的事情 我也不想再追究 还望过公子别再逼我 看热闹的人立马炸开了锅 原来婚约解除的传言是真的 听南姑娘的语气 难不成南越刺杀一事 真是出于顾清书的受益 顾清书眉头微皱 一脸受伤地看着南希 西妹 你到底怎么了 我们四年的感情 你真的说抛就抛 南希看着眼前这个演技精湛的男人 不去当戏子都可惜了 不就是演戏吗 谁还不会一点 南希走出去两步 面上带着几分苦涩 顾清书 以前是我年幼无知 你就忘了我吧 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顾清书一脸深情 伸手欲去拉南希 却被南希毙了 西妹 可我只喜欢你一人 我的心只为你一个人跳动 若没了你 我都不知该如何活下去 南希低眉 欲气黯然失落 没了我 你不是还有南越吗 南越说 她已经怀了你的孩子 希望你以后好好对她 围观的众人大惊 看向顾清书的眼神 顿时火热了起来 真是个劲爆的消息 南越怀了顾清书的孩子 这是那个深情君子吗 顾清书被围观的人 看的脸上 阵阵发烫 难堪至极 还硬要辩解 西妹 这样的事情 怎能乱说 南希淡笑 我乱说了吗 南越有没有怀你的孩子 你和她心里最清楚 你不信 可以请大夫给整个脉看看 哦对了 南越在摄政王府刺伤了我 然后被王爷所伤 孩子有没有保住 我不敢肯定 你还是早些回去看看她的情况 她的身边不能没人 顾清书心头一紧 因为前些日子 她已经和南越有了夫妻之时 她是真担心南越肚子里的孩子 狼狈地咬了咬牙 西妹 我喜欢你是真的 你对我分明也有感情 取消婚约一事 请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我先走了 也不等南希回话 就匆匆离去 围观的人见状面面相去 顾清书走得这么急 男二姑娘 不会真怀了孩子吧 竟然脚踏两条船 当真人不可貌相 口口声声说 喜欢男姑娘 可一听到那位男二姑娘怀了孩子 就拼命往回跑 这不就坐实了怀孕的事实吗 南希心里冷哼 有这么多围观的人在 刚才发生的事情 很快就会传遍大街小巷 顾清书不是自诩申请款款吗 不是标榜自己为君子吗 倒要看看 在明知南越已经进不了丞相府后 不可能成为南家这儿巴金的二姑娘 顾清书究竟会作何抉择 顾清书得知南越可能怀有孩子 匆匆回府 被有心人抓住大肆宣扬 顾公子背信弃义 表面申请款款 被地里却想效仿古时候的 鹅黄女婴共示一夫 其实在南越怀孕这件事上 南希没有故意冤枉顾清书和南越 前世的这个时候 南希被困在摄政王府 忍辱负重 南越却早已经跟顾清书打得火热 尾身给了顾清书 刚刚踏进丞相府大门没几天 南越和顾清书 就双双跪在南行之面前 坦白已有身孕 两人奉子成婚 顾清书也依然是项府的成龙快婿 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 这样有汝门风的丑事丞相大人 是不可能往外泄露的 所以南希一直被蒙在鼓里 等他知道这个消息时 南越的孩子都快满月了 所以 南希根据前世推断 南越怀孕就在这几天 虽然不敢确定 但方才顾清书匆忙又心虚的反应 两人有过肌肤之亲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围观的人还在替南希愤愤不平 以前南姑娘对南二姑娘 也是疼爱有加 没想到他刺伤南姑娘不说 还和顾清书搅在一起 真是个白眼狼 南希回神淡淡开口 南越只是个外侍女 我父亲素来注重生育 绝不会让南越这个外侍女进家门的 所以 各位可以改口了 他不是南家二姑娘 一男子似笑非笑点头 也对 毕竟是皇上面前最得宠的相爷 当然得门风清白 心里却比意不屑 若当真注重生育 还能让那个青楼女子 怀了自己的孩子 南希将众人对南行之的 鄙夷收入眼底 淡淡一笑 转身进了墨宝斋 这个父亲 还当真是个道貌黯然的伪君子 嘴里说一套 背后做一套 南希目光落在 方才掌柜介绍的 那座端宴上 问掌柜的 除了这逾越龙门的雕纹 有没有其他的 掌柜的热情笑问 南姑娘想要什么样的 南希沉阴片刻 想说要个舞爪金龙的 却担心这话说出来 直接把掌柜给吓死 便说龙凤城祥 掌柜的文言 心下顿时泛起狐疑 南姑娘不是才刚刚 跟顾亲叔解除婚约吗 怎么突然想起 买个龙凤城祥雕纹的艳态 好奇的开口 南姑娘是要留着自己用 还是送人 南希回应她送人 掌柜的点头 好嘞 我这就给南姑娘包起来 南夫人一直安静地站在旁边 看着南希的眼神里 透着深深的思量 希尔真的喜欢上摄政王了 拿着刚买到手的艳态 南希看向南夫人喊了声娘 还想去别墅逛逛吗 南夫人宠溺一笑 当然要去 不是说好了 要给你添几件首饰的吗 南希淡笑 首饰什么的 其实我也不缺 买多了浪费 南夫人拉着南希的手温柔地说 钱赚来不花 放在那里干什么 你就算天天出来花个几千两 娘的钱也够你花很多年 南希沉默片刻 娘 银子不怕多 以后总有用得到的地方 南夫人听得出 南希话里隐藏着一些异样生意 却也没多问 只是宠溺地拍了拍南希的手 想买什么买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娘说过了 我手里所有的产业 以后都是你的 其他任何人 包括你爹在内 都别想打他们的主意 南希感动万分 还好一切都来得及 定不负那些真心疼爱自己的人 随后 母女俩坐上马车 去了另外一条街 南夫人又缓缓地说 原本看在我还是南夫人的份上 府里的开销我倒是愿意出的 反正那些钱对我来说 也就是九牛一毛 不过 既然你不乐意 娘以后就不再给他们钱了 九牛一毛 南希想到 她娘那三千两银子 都只当打发乞丐 忍不住嘴角一抽 果然是财大气粗的娘 说话的口气就是不一样 马车沿着长街到了专门售卖首饰 胭脂水粉的繁华接口停了下来 南希正要下马车 掀开车帘之际 却忽然看到了一个眼熟的人 那道轻衣身影 从视线里一闪视 南希心头一紧 想起了摄政王府里有内奸 那个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是传递消息 南夫人见南希放下车帘 久久没有动 不由开口问道 怎么了 看到了熟人 南希回身笑了笑 可能是我眼花了 我突然想到一些事情 等一下我要去摄政王府一趟 南希要主动回王府 银月文言心花怒放 王爷下午应该会在军营 姑娘可以先好好逛逛 王爷不会生气的 南希淡笑 我不是怕王爷生气才回去 而是有事情要跟她说 银月文言顿时高兴得不得了 姑娘有事主动跟王爷商议 王爷铁定会很高兴 南夫人看着银月 表情不由有些微妙 位高权重的摄政王 会因为谢儿主动跟她商议事情 就很高兴 有这么夸张吗 宝林郡主生辰在即 南希搀扶着她娘亲下了马车 打算去墨玉阁里看看镯子 墨玉阁是皇城最有名的珠宝楼 价值不菲 都是特别有钱的权贵才买得起 南希和她娘亲刚踏进墨宝阁 阁中就有眼尖地人认出了他们 热情又惊讶地打了声招呼 正在看首饰的其他人 听到这一声招呼之后 不约而同地转头看向南希 表情各异 一位穿着眉红长裙的夫人 阴阳怪气地开口 你们也是来为宝林郡主 挑生辰宴的贺礼吧 我家猪猪正为南送什么好呢 南姑娘要不要帮我拿个主意 旁边的少女一脸为难的表情开口 娘 宝林郡主没有邀请南姑娘 南夫人认出 对方是李部尚书林大人的妻子 而他们这是摆明着 要落自己女儿面子 林夫人又故作不知 匆匆捂着自己的嘴 抱歉抱歉 我不知道 我以为宝林郡主会邀请南姑娘呢 少女也低声解释 南姑娘之前不是在摄政王府吗 郡主可能是觉得不方便 并没有故意看不起你的意思 不过南姑娘怎么有机会出来了 莫非摄政王这么快 就对你不感兴趣了 这母女二人 这么一番有意无意的解释 让围观的众人注意力 转移到了南希 被摄政王宴气了 这些人要来自取其辱 南希准备成全 却被他母亲拦住了 南希不解地看向他母亲 见南夫人面无表情地 看向眼前这些号称高雅端庄的夫人 和世家千金 便安静地让母亲庇护 林夫人还在言语讥讽 听说南姑娘跟顾公子的婚约解除了 也是 摄政王身份尊贵 全是滔天 比起暂时还只是个侍郎的顾亲叔 不知好上多少倍 若嫁给了摄政王 便是飞上枝头做凤凰了 南夫人皱眉 这就是南行之整日里 挂在嘴边夸赞的官家夫人 和千金闺秀 这根本就是一群侍景泼妇 南夫人淡淡开口 林姑娘倒是面子挺大 能接到保林郡主的邀请 林尚书在朝为官三十多年 好不容易爬到了尚书的位置 也是该借此机会 跟郡主打好关系 林夫人嚣张的气焰瞬间熄灭 不安地问南夫人 这是什么意思 南夫人淡笑 没什么意思 林大人为官不易 眼下年纪也大了 应该没什么往上晋升的机会了 二位当着我这个一品丞相夫人的面 都敢言语奚落我的女儿 当真是够胆啊 林夫人心里咯噔一下 这才意识到 自己只顾着成口蛇之快 而忘了对方的身份 虽然大家都知道 丞相贤妻正妻是商户女 就算不得宠 她也还是丞相夫人 南希也还是丞相府大姑娘 林夫人面露尴尬善善解释 我其实没什么恶意 南夫人没有心情 听她那虚情假意的解释 抬眸看向围观的众人 南希被摄政王带进王府 并非自怨 方才林夫人也说了 摄政王身份尊贵 位高权重 岂是男家能抗衡的 我知道 如今希尔在冥结上 已经很难让人相信清白 毕竟有很多愚昧之人 就如同林夫人这般 对人总是满怀恶意 遇到点什么事 就迫不及待地 先给人安上点罪名再说 哪管真相如何 众夫人被南夫人说得纷纷休脑 南希看着她娘亲的背影淡笑 她娘平日里 对姨娘庶女们的无理挑衅 都是懒得反击 今天却为了她 却主动开口 对得一群嘴碎的夫人 哑口无言 被人庇护的感觉真好 南夫人居高临下 俯视着重夫人 气场强大 所以希尔也是替股 亲书着想 才取消了跟她的婚事 这一点还希望各位明白 至于说 飞上枝头做凤凰 我不敢说别的 就眼下来说 各位的女儿 有谁比得上我家希尔 是比我家希尔身份高贵 还是比她有钱 今天这间营楼 我动动嘴就能把她买下来 各位夫人买件首饰 却还要犹豫半天 买完之后 回去再肉痛几天 这就是区别 几位夫人脸上都有些挂不住 这打脸打得啪啪响 让人恼羞成怒 又无地自容 所以 我家希尔就算不往枝头上飞 也照样不比凤凰差 各位夫人有议论别人的功夫 还不如早些回去 好好琢磨琢磨 自家的女儿 该往哪个枝头上飞 银月暗暗竖起大拇指 说得好 南夫人不疾不虚地说完 浑然不管各位夫人的脸色 拉起自己女儿的手 另外 摄政王很尊重我家希尔 今日也是专程派了王府的护卫 送她回府 银月终于等到了机会 迫不及待地站出来 冷冷看着眼前一群 唯恐天下不乱的嘴碎夫人 夫人说得没错 我家王爷说了 南希姑娘 以后就是摄政王府的女主子 未来的王妃 谁敢欺负了她 但我如实禀明王爷 还请各位自己去跟我家王爷解释 说到这里 银月转头看向南希 姑娘 林尚书家的夫人和千金太过无礼 不如告诉王爷 罢了林尚书的官职 把他们一家赶出帝都如何 林夫人脸色一白 慌忙向南希求情 南希微微点头 就依你的意思办 银月转头伸手一指 你 你 还有你 方才你们说的话 我可都听得一清二楚 说我家姑娘被王爷抛弃了是吧 说我家姑娘 闲贫爱富潘高枕是吧 我告诉你们 我家王爷对姑娘爱护得很 才舍不得让她受一点点委屈 就喜欢姑娘闲贫爱富 巴不得南姑娘去攀她的高枝 南希心头泛起难以言喻的滋味 很温暖 虽说银月侍奉了荣誉之命保护我 可这丫头 怎么这么可爱呢 林夫人早已回过了神 生怕银月真的回去告诉摄政王 连忙出言挽回 南姑娘 我其实没有恶意 我真的不知道 南姑娘没收到请帖 银月挡在跟前 冷喝道林夫人不用解释了 我家姑娘早就接到了请帖 所以今天也是过来挑贺里的 不知你们挑好了吗 要不要我家姑娘给些建议 主子强悍无比 连带着侍女也霸气外露 主动找事的林夫人等人 吃了南夫人一套 又有银月这个王炸 此刻格外千功 我们挑好了 南夫人和南姑娘慢慢挑 我们先走了 改日请二位到尚书府喝茶 我一定好好招待 说完 拉着他女儿迅速逃走 其他夫人也都赶紧找借口离开了 南夫人望着落荒而逃的众位夫人 冷冷吃笑 我还以为一个个多有勇气呢 听到摄政王的名字 就吓得面如土色 居然还敢在大庭广众之下 对人冷嘲热讽 这不是自找难堪吗 银月出声附和 夫人说得对 他们就是吃饱了没事干 看人如意 就落井下石 如今 虽然新帝已经登基 可根基上前 朝政大权几乎都掌握在摄政王的手里 他只要一句话 皇帝也就不了摄政王想办的人 南希深深体会到被人庇护的感觉 沉默了两久 眼底有些湿润 银月忽然发现南希眼睛有点红 顿时一急 姑娘怎么了 是不是觉得委屈了 姑娘心里要是觉得委屈 奴婢这就回去告诉王爷 让王爷出面 收拾这些不自量力的夫人 南希摇了摇头 笑了起来 不是 我只是有点感动罢了 银月一愣 不会吧 就这么点小场面 都让姑娘感动成这样 那王爷以后要对姑娘再好点 姑娘会不会感动得以身相许啊 我得要好好地跟王爷禀报 南希并不知道 银月此时心里的想法 她只是在想 上天垂帘 给了她一次重生的机会 大概就是为了让她有机会回来 报答这些对她好的人 希儿 南夫人在柜台边喊南希过去 看看这只翡翠镯子 戴上定式贵气十足 南希走过去 看了一眼她娘手里 拿的那只镯子 顶级的翡翠 橙色很好 特别漂亮 掌柜的赶紧热情介绍 二位真有眼光 这镯子 乃是本楼的镇楼之宝 连掌公主都看上了 只是有些原因 所以才没买 南希心领神会 应该是因为太贵 掌公主没舍的银子吧 公主府每个月的俸禄 也有定额 虽然不乏一些额外的进账 可比起财大气粗的南夫人 却又是小屋见大屋 南夫人看上什么东西 眉头都不皱一下就可以买下来 她把镯子 戴在南希手腕上试试 晶莹透绿的玉镯 趁得南希纤细的手腕 越发嫩白如玉 很漂亮 南夫人很高兴 南希看了一眼 的确漂亮 又转头看向银月 问银月喜欢什么样的款式 自己挑一只 给她买 银月诧异了一下 随即连忙摆手 不不不 我不要 姑娘不用贿赂我 南希失笑 你说什么呢 我这不是贿赂 只是觉得 你跟我年纪一般大 正是如花思玉的时候 也该有件像样的手势 银月知道 莫宝阁每一件饰品 都价值不菲 蜈蚣不受禄 自己就是个护卫 哪能把这么贵重的手势 往手上戴 连连摇头真不用 我是练武之人 戴不惯这些 万一不小心磕着碰着 就太可惜了 而且姑娘 我也有手势 银月悄悄把手抬起来 撩了袖子给南希看 南希看到她的手腕上 戴着一圈银制的特殊手环 心头微动 这是暗器 银月很诧异 姑娘认识这个 又低声解说 这个防身暗器可厉害了 能杀人于无形 改天我做一个 送给姑娘防身用 南希笑了笑 好 她发现 荣誉给她挑选的这个护卫 是真的可爱 该泼辣的时候泼辣 没人招惹的时候 又像个天真单纯的小姑娘 掌柜的又赶紧吆喝 这只镯子的价格 是一万零一两 寓一万里挑一的意思 南夫人文言挑眉 万里挑一 她并不在乎这个高价 做娘的 总想把最好的东西 给自己女儿 听得寓意也不错 掌柜的却有些心虚 好些人看了想要 却买不起 南夫人不会也嫌贵吧 干笑着点了点头对 却不料 南夫人非常开心地 掏出来一打银票递了过去 掌柜的收好 不用找了 掌柜的看着厚厚一叠银票 笑到夫人果然大气 南夫人豪爽一笑 今天带着女儿出来逛 就是来花银子的 何况 刚才赶走了你这么多客人 不搭气点能行吗 在掌柜的热情欢送下 南夫人带着南希 又去另外一家宝楼 临近午时 才满载而归 打道回府 南希一走进厅语楼 就看见南娇焦躁的 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很不耐烦 南娇听到动静转头 脸上的不耐 瞬间被笑容取代 大娘 姐姐 你们回来了 南希似笑非笑抬头 看来李姨娘并没有把我说的话告诉你 南娇一愣 忙问什么话 南希笑了笑 我娘乃是丞相府当家主母 按照规矩 你应该如何称呼 丞相府庶女心高气傲 可眼下有求于人 心里很不愿 但面上还是恭恭敬敬敬开口 母亲 以前是娇娇不懂李树 劳烦母亲教导 想着等自己跟宝林郡主打好关系 再慢慢整治着母女 南希淡淡抬眸 这声母亲 怎么听起来 这么心不甘情不愿的 不过我娘素来 也不在乎这些 否则早就整治内宅了 南娇心里冷笑 整治内宅 大娘有这个权利吗 出身商户 身份如此卑贱 还妄想跟那些高门大户的当家主母一样 让妾室庶女都对她毕恭毕敬 做梦去吧 南希注意到了南娇脸上的嘲讽 可她并不在了 淡淡开口 既然你已经请过了安 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回去吧 我跟娘亲逛累了 需要休息一下 自己都低声下气 钱还没要到 南娇心头一级 大娘 不 母亲 南夫人面无表情的回头 有事也得明天再说 我现在很累 南娇红着脸 硬着头皮张口 可是明天 我要去参加宝林郡主的生辰宴 贺利还没备上 南夫人冷冷瞥了一眼 那你还不赶紧去准备 处在这里干什么 南娇几乎快克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了 老不死的 到底是在装糊涂 还是真傻 硬生生压下心头怒火 恭恭敬敬地说 我想跟母亲拿点银子 南夫人却回应 要什么银子 你每个月不是都有阅历吗 南娇极度地 看着南希身上穿的冰蓝色娇嚣长裙 一件衣服就抵得上她好几件 还有银月手里抱着的一个个锦盒 她几乎忍不住想要去抢 那点阅历哪够 都是相府的女儿 为什么待遇如此不同 凭什么大姐就能搞特说 南希看出了南娇心里的想法 走了过来 因为我是我娘的亲生女儿 花娘亲的银子是理所当然 你也不用嫉妒 李姨娘是你的亲娘 她的银子应该也会心甘情愿给你花 南娇气极了 我娘就是因为没钱 不然我用得着在这里低声下气吗 在心里吐槽了一番 依然低声下气的开口 可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南夫人说完 扫了一眼屋里的吓人 你们都给我听好 从今天开始 除了大姑娘 任何人进我这院子 都必须提前通报 要是再有不相干的人闯进来 一律按家规处置 众人领命 传了下去 南娇恨恨地看了一眼南希 想着一定是南希从中使坏 否则以前的软柿子 怎么可能突然间变得这么强硬 来这里拿银子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从来没有拒绝过 都是要多少给多少 唯独今天不行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先把银子拿到手再说 南娇收敛的情绪 喊道大姐 以前是我不懂事 以后我一定好好侍奉母亲 姐姐这一次就原谅我好吗 南希淡淡一笑 以后看你的表现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南娇以为有戏 心头一喜 那这次 南希打断她的话 这次什么 你们母女一天内接连来闹 还请来了父亲 真以为我是没脾气的直老虎 南娇绷不住了 直接露出本来面目 正要说话却末地对上 南希那双清冷疏离 遍布寒意的毛子 只看得南娇满腔的怒火 被瞬间浇灭 只剩下剧意 真是见了鬼 大姐怎么突然有了 这么冷烈的气势 竟比那些郡主 还让人心计 回去吧 以后不得母亲允许 别再轻易踏入厅语楼 南希说完 直接把门关了起来 守在门口的银霜 霸气开口 还不快滚 没有如愿以偿的 南娇气的脸色铁青 双眼冒火 却也只能离开 南夫人又劝解南希 南娇母女只是性子骄纵 真要说有什么心计 反倒是抬举她们 所以 希儿你别太把她们放在心上 南希点点头 杨说得对 如今真正值得放在心上的 其实是南越的母亲柳氏 柳氏以前是青楼的花魁 不仅有一等一的美貌 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 她还格外善解人意 所以 轻易就能掳获男人的心 就连南希那位自命清高的父亲 也没能逃过柳氏的魅力风情 16年前就给她赎了身 想到这里 南希突然眉心微皱 才注意到 她爹跟柳氏的关系 维持了16年 而她今年也才16岁 等于她母亲怀她的时候 父亲就已经出轨柳氏 青楼花魁柳氏 一等一的美貌 心计也非常人能比 所以 轻易就掳获了南希父亲的心 自命清高的南行之 为其赎身 还生了个小心鸡女南越 南希有些气愤地问她娘亲 我爹跟柳氏的关系 维持了16年 男夫人摇了摇头 也不是一直维持着 柳氏毕竟是勾兰之地的女人 你爹又看重生育 所以 她们之间断过几年 此事一开始 我是完全被蒙在了鼓里 根本不知道柳氏的存在 当年我有身孕的时候 你爹开始抬小妾进门 而且 当年很多官家夫人 故意跟我是好 变相地在我面前强调着 男人本该三妻四妾的言论 久而久之 我好像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说法 却没想到 你爹变本加厉 小千大了一房又一房 我也对她越来越失望 说到这里 男夫人嘴角浮现嘲弄 可能功成名就之后 她就不再稀罕 糟糠之妻对她的帮助了 南希听到这里 始终觉得不简单 怎么就有了南越呢 16年前的柳氏 可是炙手可热的青楼花魁 勾兰院的摇钱树 老宝怎么可能允许她怀有身孕 男夫人叹了口气 大概在你六岁的时候 我才知道 当年柳氏在跟你爹共度春宵之后 瞒着所有人生了个女孩 这事就连你爹都被蒙在鼓里 南希宁眉 那娘当初是怎么知道 柳氏有了孩子的 男夫人没有隐瞒 只是说是自己身边护卫告诉的 南希心下有些疑惑 娘亲身边有护卫 她怎么从来没见过 却也没再多问 男夫人又接着说 直到三年前 你爹当了丞相 柳氏才派人告诉你爹这个消息 时隔多年 他依然是风情万种 两人很快就又打得火热 南希神情有些凝重 我爹当年遇到柳氏时 还不是丞相 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声誉 他也不会真的跟柳氏纠缠 可柳氏却独自生下这个孩子 一直熬到我爹当了丞相 再出来相认 不得不说 他这份隐忍的功力 实在让人佩服 男夫人点头是啊 虽然看不起他 却也不得不佩服他 这份耐心和心计 南希不解 柳氏又是如何确定 我爹就一定能飞黄腾达的 南夫人想了想 柳氏出身青楼 见多了形形色色的男人 他或许一眼就看出 你爹日后能成大器 就像我当年无条件 供他读书赶考 不也是相信他的才华和能力吗 希儿 你今天怎么对你爹 跟柳氏的事情 这么感兴趣 南希轻声回应 因为柳氏不得不防 南希心心念念 想尽成相府 背后未必没有柳氏的窜多 我可是容不下南越的 南夫人不解地看着南希 娘怎么瞅着 你对南越的敌意 似乎比南娇还甚 南希微点头 南娇只是自讨其辱 给她些教训也就罢了 南越却是要不死不休的 南夫人心头暗惊 不由猜测 南希到底是遇到了什么事 突然间对南越 怀有如此强烈的恨意 一个外事的女儿 其实并没有南娇的威胁大 只要自己不同意 在府内财物上拿捏住 南行之也不得不掂量掂量 退一步说 就算柳氏能进府 她的身份也注定一辈子 只能是个侍契 永远不可能成为正妻 可李姨娘和南娇 眼下却已是名正言顺的妾室庶女 按着南行之对李姨娘的宠爱 只怕早有了废正妻 而把李姨娘扶正的打算 李氏又是出身世家 身份上甩勾拦的出来的柳氏 不知几条街 南希怎么会舍了李氏母女 而直接把嫡意加注在 柳氏和南越的身上 这其中 究竟有什么隐情 南希从摄政王府回来之后 就明显跟以前有了些不一样 解除婚约 跟顾金书反目成仇 跟南越也成了不死不休的仇敌 在摄政王府的这一个月多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南夫人没有多问 只要是自己女儿想要的 想做的 就全力支持 吃完午饭后 南希带着迎越迎双 回了她自己的锦南院 刚穿过长廊 就听到一个冷怒的声音 阿满 这就是你打扫的院子 就你这偷奸耍滑的态度 大小姐回来 第一个饶不了你 被训斥的侍女解释 阿金姐姐 我刚才明明打扫干净了 阿金却仰手 就挥了她一巴掌 你还狡辩 胆子不小 还不去把叶子捡起来 阿满脸上 当即就浮现了五指印 然而 她却什么也不敢说 含着泪转身 去拾叶子 阿金还不依不饶 看你这委委屈屈的样子 搞得好像我虐待了你一样 你哭给谁看 一点规矩都没有的东西 这时 音乐扬声开口 大姑娘回来了 还不快点出来迎接姑娘 话音落下 庭院里的侍女们都转过了头 阿金仰起笑脸 喊道小姐你回来了 阿满蹲着身 捡着那本不该 出现在杨柳院中的梧桐叶 不敢吭声 南希越过阿金 扶起阿满 微微偏头 看向她脸上的红肿 问她的脸怎么回事 阿满头垂得更低了些 带着几分惶恐 是奴婢的错 奴婢笨手笨脚 阿金转过身来笑着开口 小姐 阿满粗手粗脚的 我待会儿就打发她去厨房帮忙 您别跟她一般计较 南希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阿金 谁说 我要跟她一般计较了 我这锦兰院 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分配任务了 南希的突然变脸 让阿金猛了 不安地跪下 小姐 是不是奴婢做错了什么 小姐息怒 奴婢一定改 南希冷冷看了她一眼 你做错的地方很多 说吧 也不等阿金说话 目光又落回到阿满身上 阿满 你记住 锦兰院里只有我一个主子 其他人没权利对你一指气势 以后若是继续畏畏缩缩 任人欺负 我就把你卖出去 阿满惊恐点头 音乐过来拍了拍阿满的肩膀 放心放心 大姑娘善良着呢 才不会把你发卖了 不过以后 你得学着强硬一点 人啊 都是欺善怕恶 欺软怕硬的 你越不敢反抗 别人就越逮着你欺负 阿满不安地看了眼音乐 知道是在维护她 又忍不住 又看了眼还跪在地上的阿金 闽唇不语 阿金是顾青叔送给南希的侍女 在锦兰院 一直把自己当成一等大丫鬟 处处高人一等 其他侍女都知道 她家小姐喜欢顾青叔 所以对阿金一直忍让 这才造成了她越来越跋扈狂妄的脾气 可偏偏阿金很能装 每次在小姐面前 都是活泼嘴甜 很乖巧的模样 所以 很得南希欢心 可现在的南希清醒了 她俯视着阿金 以前我看在顾青叔的面子上 对你客气三分 但不代表 你能在我这里作威作福 你在这里跪上两个时辰之后 直接回顾府去 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 阿金不敢置信地看着南希 大小姐 我是顾公子送过来的呀 南希冷眼看着 所以才让你回去 有什么不妥吗 我这边不需要你了 丢下这句话 南希抬脚往屋内走去 阿蛮沉默地看了一眼阿金 也转身跟了进去 阿金经常仗着顾青叔的关系 被南希身边的侍女使坏 弄得他们敢怒不敢言 此时见阿金跪在这里 别提多高兴 暗自冷哼一声活该 跟着进屋 菊香和海棠 殷勤地伺候着南希 边伺候 还边小心地打探 听说小姐 跟顾青叔解除了婚约 南希但恩了一声 怎么了 菊香毫不掩饰 她的性高采烈 竟然是真的 太好了 顾青叔那小白脸 根本靠不住 怎么可能给得了小姐幸福 小姐早该如此了 海棠赶忙咳嗽 暗示菊香不可妄议 菊香瞬间慌了 南希却淡淡开口 你们也觉得 顾青叔不可靠 看来 我以前的确是瞎了眼 菊香连忙说 情人眼里出息失 这不是小姐的错 海棠给南希捏着小腿 谨慎地问 小姐怎么突然 就跟顾青叔闹僵了呢 南希淡然回应 瞎了四年 总要有醒悟的时候 不能一辈子当个睁眼瞎 不然不得被自己唇死 菊香轻声安慰 小姐别这么说自己 海棠还有些疑虑 小心翼翼开口 小姐确定 要跟顾公子一刀两断 会不会只是一时闹别扭 或者是生出了什么误会 南希闭上眼 脑海中浮现万箭齐发 周围火光冲天 尸横遍地 整个王府都陷入一片火海 那双强壮的手臂 到死都紧紧 把他护在怀里的一幕 如果这是误会 那这个误会 大概这辈子 都不会有解开的时候了 南希轻轻一笑 总之 我跟顾青叔 此生已是末路 他若还敢来找我 就别怪我心狠熟辣 不念旧情 菊香和海棠 同时松了口气 听起来小姐是铁了心 要跟顾青叔划清界限 那真是太好了 顾青叔那个口蜜附件的伪君子 不值得小姐喜欢 小姐值得更好的人 南希忽然回头喊了声银霜 你家王爷 通常什么时候回府 银霜站在门边微微失礼回答 喂姑娘 王爷中午听说姑娘要去 早早就回王府 等着了 南希立即坐起身 什么时候的事 银霜回应 姑娘跟夫人一起出去逛的时候 南希沉默片刻 略微诧异 等等 你是怎么知道的 银霜谨记王爷吩咐 南希是未来王妃 所以毫不隐瞒 直说王府暗卫之间 消息互通 南希表情微妙 消息互通 也不至于把荣誉的行踪 特意告知给银霜吧 擅自泄露主子行踪 岂不是犯了大忌 然而南希和银霜不知道的是 摄政王的行踪 是荣誉自己 让暗卫传达出去的 南希起身往外走去 看着萌萌的银月 你不是说荣誉白天 在军营吗 银月一脸无辜的表情 谁也没料到 王爷消息这么灵通 居然早早就回府等着姑娘了 荣誉对自己的在意 让南希心头一暖 罢了 走吧 我们现在就去王府 银月盲劝说 要不姑娘 还是睡一会儿再去吧 不然 王爷定会心疼自责 说不定还会牵连奴婢受罚 南希默然片刻 你多虑了 他不会罚你 南希坐着马车 回到了刚刚离开半天的 摄政王府 这个曾经他做梦 都想逃离的地方 如今居然有了种回家的感觉 荣誉此时 正独自站在王府的水泄花厅里 沉默地望着波光灵灵的湖面 他一袭白衣 似是卸下了军营里的铁血沙伐之气 只欲下如苍天白鹤的高贵 如云端折仙的圣洁 只是此时 不知是不是南希的错觉 看着那干净轻贵的背影 却无端看出了一点落寞寂寥 正在此时 荣誉似是察觉到了什么 转过头来 一双清冷的毛子 就这么对上了南希 四目相对 天地像是刹那间安静了下来 南希惊艳于荣誉精致俊美的容貌 以前真的是瞎眼了 荣誉明明哪哪都比顾亲说好 南希和荣誉彼此望着对方一步步走近 这一次 终于是双向奔赴了 先开口的 仍然是南希 只是这次与其温和 听说你去了军营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荣誉回应说 今天军营里没什么事 南希没有拆穿 荣誉刻意回来等他这种烧闲傻气的举动 难得见到荣誉卸下军营里的杀伐之气 一身白衣 目光在荣誉身上打了个转 以前怎么没见你穿过白色 荣誉微末 随即倾咳了一声 本王刚刚沐浴过 南希一笑 觉得荣誉也蛮可爱的 刚刚沐浴过 跟穿白衣有什么关系 银月也看出来 自家王爷这身白衣 是故意穿给男姑娘看的 那我就来助攻一把 便开口说 姑娘午觉还没睡 要不先去王爷的寝殿小气片刻 此言一出 荣誉和南希都沉默了 荣誉见南希不说话 以为她不愿意 便说可以去偏殿休息 南希敏锐地捕捉到荣誉眼底一闪而失的黯然 故意逗她 我都在王爷的寝殿睡了一个月了 怎么刚离开半日 王爷就不许我进去了 不会是藏了美人吧 荣誉敏唇 俊雅容颜微微崩起 没有美人 青阳连忙举手保证 为她家王爷辩解 南姑娘放心 王爷的寝殿绝无别的女人进去过 属下愿意向上人头担保 南希伸手挽着荣誉胳膊 又斗起了青阳 青阳 我若真想要你的人头 她现在就得脑袋搬家 你家王爷寝殿里 没进去过侍女 青阳一呆 那也算 南希目光落在荣誉脸上 你说没有美人 我不是美人吗 青阳正在心里反省自己 刚刚表达有误 应该说 除了南希姑娘和王府侍女之外 王爷的寝殿里 再也没有其他女子进去过 就听到南希这不要命的开口 青阳呆了 南姑娘又吃错药了 连王爷都对 荣誉脸颊犯了红韵 眸光落在南希绝美清理的脸上 脱口出 你比他们都美 青阳惊掉了下巴 主子居然也会说甜言蜜语 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脸红心跳的南希安静了下来 谁说摄政王荣誉 但莫寡言的 如此哄人的话 居然这么自然的 就脱口出了 还一点都不觉得违和 南希迎着青阳 看似淡定 实则越来越八卦的眼神 挽着荣誉胳膊 往寝殿方向走去 王爷 我有话跟你说 青阳跟上 银月和银双也跟上 荣誉忽然命令 你们都守在殿外 别让人进来打扰 青阳这个大助攻 又忍不住开口 姑娘难道是要谈婚事 南希微顿 目光古怪的瞥青阳一眼 什么婚事 青阳略微有些急 跟王爷的婚事啊 南姑娘 不会是想出而反而吧 南希觉得青阳投错了胎 咋跟三姑六婆般八卦 今天要谈的是别的事情 你别着急行吗 青阳漠然 随即嗷了一声 乖乖不说话了 南希跟荣誉 一起进了招臣殿 荣誉忽然开口 若你不喜欢 以后就不让他们进来 王府里所有的事情 你都可以做主 南希又起了逗人心思 随即偏头看她 我又不是王府女主人 怎么能做主王府里的事情 荣誉薄唇微敏 不发一语 却能感受到 某种情绪在波动 南希见她如此 不由勾唇浅笑 王爷头低下来一点 荣誉心头微动 想到早上南希的举止 很配合地低下头 南希点起脚尖 亲上了荣誉的唇 少女心香萦绕鼻翼 让人沉迷 荣誉克制住 把她圈在怀里的冲动 带唇上柔软的触感离开 她静静看着南希 你这是什么意思 南希带着几分狡黠的浅笑 如果我说 我想扑倒王爷 王爷会治我的罪吗 荣誉有些出神 沉默片刻说 不会 本王允了 南希微末 对上荣誉灼灼的目光 没来由地觉得脸颊微微发热 轻壳一声 我今天回来 是有正式想跟王爷说 荣誉点头很急吗 南希摇头说不急 荣誉就直接伸手将她抱起 不急就等午睡之后再说 你今晚还回去吗 南希淡笑 晚上是否要回去不重要 荣誉轻轻将南希放在床边 南希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王爷也躺下来吧 荣誉站着没动 这一个多月里 南希对她抗拒 怨恨 厌恶 每次看见她都恨不得 用眼神杀了她 身体上的接触 更是不可能 主动邀请她躺在身边 还是第一次 有种不太真实的感觉 荣誉看着南希 生动名言的容颜 恍惚有种不太真实的感觉 但心里却很开心 南希居然邀请自己 躺在她身边 即便南希 有阴谋要算计于她 荣誉也心甘情愿上当 便坐在了南希旁边 南希也直奔话题 皇上登基一年有余 可王爷的手里 还握着摄政大权 皇帝恐怕 每夜都会辗转难安吧 荣誉闻言 脸上看不出 有什么情绪波动 淡淡地问南希 你是想让本王主动 交回摄政大权 南希摇头 不 恰恰相反 我希望王爷 能把大权牢牢握在手里 最好让皇上这辈子 都动不了王爷一根毫发 荣誉意外的神情一动 为什么 南希转头看着荣誉 带着十分认真 皇上对王爷猜忌很重 王爷一旦交出大权 就会任他拿捏 他不仅会削弱王爷的权力 甚至会安个墨须有的罪名 置王爷于死地 荣誉淡然回应 他拿捏不了本王 南希语气沉了沉 若王爷没有软肋 确实如此 可王爷确定自己 没有软肋吗 荣誉没说话 他确实有一个唯一的软肋 南希忽然抬起头 一双澄澈漂亮的毛子 锁住荣誉郡美如妖孽的容颜 我是不是王爷的软肋 荣誉就这么不发一语地看着南希 两久才淡淡开口试 南希一点都不意外 却很认真地摇头 不是 只要王爷手握大权 我就是王爷的助理 而非软肋 此生我绝不会再成为王爷的软肋 倘若有一天 我真的成了旁人胁迫王爷的筹码 那么 我宁愿自我了断 也绝不会让王爷受制于人 听到这话 荣誉脸色微变 本王不许你乱来 他是愿意为了南希舍弃所有 只愿他平安无事 听不得自我了断的话 南希挽住荣誉的胳膊淡笑 我是说 假如 荣誉却浑身紧绷 没有假如 本王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南希缓缓朝荣誉 避弯威衣过去 微不可查地恩了一声 王爷说得对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心里忍不住吐槽自己 哪来那么多的假如 荣誉自身强大 又手握兵权 自己又拥有前世的记忆 若这样 还能再次被人算计 自己还活着干什么 南希安静下来 心头却忍不住 又浮现疑惑 荣誉对自己的态度 总感觉有些不同寻常 不像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子时 该有的正常反应 南希有些好奇地开口 王爷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又为何会喜欢我呢 荣誉看着南希回应 很久很久之前 喜欢就是喜欢 没有为什么 南希忍不住又想 很久很久是多久 自己今年满打满算 也才16岁 第一次见到摄政王荣誉 就是他大军凯旋那日 如天神般坐在高头大马上的少年 浑身散发出贵气 和浓重的铁蟹之气 他总不会那时就喜欢我了吧 可自那之后 也没怎么见过他 所以 南希当真是想不出来 荣誉究竟是在什么时候 喜欢上他的 王爷 青阳青亮的声音 在殿外响起 打断了南希的思索 宝林郡主让人送了帖子过来 请王爷 明日去参加他的生辰宴 南希心头微动 宝林郡主 居然把帖子 送到摄政王府 怎么想的 荣誉不喜热闹 从来未去参加过旁人举办的宴会 说起来 前世中宝林郡主林家 虽有些骄纵 却没什么坏心眼 同样死于旁人的算计 倒是和自己同命相连呢 而林家被算计的原因 是以受人嫉妒 有人利用了 他父亲林郡和长公主的感情不合 从中作梗 林郡在夺敌之争中 支持的是二皇子戎楚夜 而登基的 却是三皇子戎楚云 新帝登基之日 林家被满门抄斩 只有驸马 林郡免了一死 长公主和新帝一母同胞 感情非常好 却同样性子薄情寡义 若他出面求情 林家本有一线生机 可他却没有看在夫妻情分上 替林郡求这个情 林驸马跟长公主的关系 也从以往的相近如兵 变成了形同末路 甚至视若仇敌 他们的女儿林家 却因母亲的关系 深得新帝宠爱 日子也过得风光显赫 只是后来到底 也是死于旁人的算计 南希抬手揉了揉眉心 眉眉想到前世 他心头就一阵质闷 荣誉紧张的醋眉 是头疼吗 要不要穿腐衣来看看 南希抬眸看着荣誉 随即摇头 我没事 就是想到一些事情 觉得困扰 荣誉眸光危暗 薄唇不由自主地抿了起来 困扰 是想到了顾清书吗 明天保林郡主的生辰宴 我想拿着王爷的请帖 去赴宴凑凑热闹 南希正说着 忽然留意到 荣誉表情似乎有些不太对 若有所思地看着荣誉 王爷不高兴我去 荣誉微摇头不是 南希不解地又问 那王爷 您看起来 怎么一副不太高兴的样子 如今能坐在心心念念的姑娘身旁 本该是高兴的事情 可荣誉却显得不那么高兴 南希察觉到了不由的猜测 王爷是担心我在掌公主府 碰上顾清书 王爷如果不希望我去赴宴 那我就不去了 不过对于顾清书这个人 王爷却不必在意他 我现在每次看到他 都恨不得一刀罢他捅死 荣誉被这句凶残的话 弄得心头一紧 南希以前那么喜欢顾清书 怎么突然对他厌恶到了如此地步 忍不住问了一句 为什么 南希丝毫不想掩饰 他对顾清书的恨意 看着荣誉说 因为我恨顾清书 恨得想撕碎了他 等到时机成熟 王爷替我杀了他 好吗 以前有南希护着 荣誉不愿做任何 让南希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从来不动手 如今南希主动提出 能手刃情敌 荣誉当仁不让 便说 你要是不想再看见他 本王现在 就让人把他弄死 南希摇摇头 不 还没到时候 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 我要让他变得一无所有 让他失望 绝望 等他受尽折磨之后再让他死 其实南希心里觉得 让顾清书死都太便宜他了 荣誉看着南希忧伸的谋底 这种痛恨的变化 南希不说 他也不会问 只轻轻拉起南希的手 该换药了 南希一愣 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手臂 我都快忘了自己手臂受伤这件事了 好 听王爷 这时 青阳在外面高喊 主子 皇后娘娘身边的孟总管来了 荣誉并未理会 镜子把南希抱起来 往内室走去 南希回神之后 有些哭笑不得 他伤在手臂上 两条腿又没断 他怎么这么喜欢抱自己 荣誉把他放在床上 就转身去拿药箱 对青阳的话充耳不闻 南希见荣誉拿了药箱过来 淡淡开口提醒 王爷 孟总管 应该是有要事跟王爷说 荣誉低头取出药和纱布 淡默地说 让他等着 专注而小心地 给南希换药 南希看着这本 不该由王爷来的工作 荣誉还做得那般小心翼翼 生怕弄疼了他的动作 心头一阵温热 王爷不先问问 他有什么事吗 不用管他 在荣誉眼里 只有南希的事 才是秒回 青阳这会儿跑了进来 主子 孟总管说 皇后娘娘请南姑娘 进宫一趟 荣誉脸色皱了 回了三个字 让他滚 青阳秒懂 正要领命而去 却听南希喊道等等 荣誉深邃的眸光 锁住南希的眉眼 像是在说 有他在 谁也无法伤害你 不用理会他 南希抬谋轻笑 皇后这时 召见我 并是皇上授意 看来 他知道了王府中的事情 堂堂天子这么沉不住气 已然是落了下风 不过 我也不会就这么乖乖地去见他 青阳原以为南希叫住 他是答应要进宫去见皇后 没想到他却说了这么一句 下意识地开口问 南姑娘的意思是 南希挑眉说道 你去告诉孟总管 就说我被摄政王囚禁在王府 王爷不许我进宫 青阳诧异得不行 南姑娘今天离开摄政王府 在外面逛了半天 许多人都看到了 足以证明 南希眼下是个自由身 这个理由 也想说服皇上和皇后 照做 荣誉但莫未夷的声音传来 带着不容违抗的命令语气 青阳又是一惊 赶紧领命 得 主子被南姑娘吃得死死的 他说什么都得照做 完全不动大脑 不考虑会造成什么影响 不过应该也没什么影响 主子的话 就算是皇上和皇后 也得掂量掂量 药也换好了 事也搞定了 南希便说 时候不早了 我先回相府 明早过来取青铁 王爷早些休息 然而 荣誉只用一双幽身同谋 看着南希 你不是被本王囚禁 在摄政王府了吗 南希瞬间无言以对 好吧 话是自己说出去的 虽是为了应付皇后 可也的确是她说的 于是没办法指的留下 并拆了营月去丞相府 告诉他娘一声 晚上他就留在摄政王府过夜 四日一早用完了早膳 荣誉命人 给南希准备了一套月光纱的裙装 命手巧的侍女 给他仔细的梳妆打扮 漂亮贵气的不像话 南希站在梳妆台前 看着镜子里出现的男子容颜 这月光纱仅蜀国才有 三年才出一匹 可遇而不可求 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 王爷从哪里得来的 荣誉回应蜀国的进贡 南希威厄 那宫里的皇后和嫔妃都没有 荣誉点头 他们不配 南希红了脸颊眨了眨眼 我配 荣誉沉默看着她 眼里全是柔光 恩了一声配 荣誉一板一眼说着密语 南希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南希感动之余 又有些好笑 王爷这样 就不怕皇上有意见 不担心宫里的皇后嫔妃生气 荣誉伸手接过侍女手里的梳子 亲手给南希把头发梳顺 嗓音金贵淡漠 蜀国是本王打退的 谁有意见尽管提 南希暗道霸气 站起身 转头看向眼前这个 明明比当今皇上还小 却要被皇上称一声皇叔的男子 唇角微挑 是不是我要什么王爷都会给我 荣誉恩了一声 南希又接着问 如果我想做皇后呢 王爷会为我抢来江山吗 殿内所有侍女 奇奇惶恐地跪了下来 胡扶在地 不敢抬头 恨不得自己聋了才好 这个女人上辈子拯救了地球 才能遇到这么一个强悍无比的荣誉 还对她极致宠爱 即便南希说 想要做皇后 荣誉也丝毫不迟疑 如果你想要 本王可以 南希伸出手直抵住荣誉的唇 眼眸中沉静柔和 我跟王爷开玩笑的 虽然这样的玩笑 并不能乱开 但今世南希无所畏惧 看着荣誉接近妖孽的容颜 沉默片刻 等以后有机会 王爷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喜欢我 荣誉没说话 清冷精致的眉眼 泛起极许波澜 却很快恢复一片平静 南希点起脚尖 清了清荣誉的唇角 我先走了 王爷不用担心 我去去就回 荣誉恩了一声 因南希的动作 牟底染了些许忧深阴晕的光泽 老天真的 从不辜负努力的人 南希走出寝殿 带上银月和银霜 乘坐着荣誉命人 给她准备的马车 安稳到打掌公主府 南希从车上下来 沉默地望着府邸高处的点额 银月走上去递了帖子 管家表情刹那间 变得恭敬无比 朝南希躬身 南姑娘请进 长公主是皇帝最尊重的姐姐 所以她女儿的生辰 帝都皇城的权贵家族 都来巴结 南希被带进女眷所带的廷兰院 她来得有点晚 廷兰院已经到了不少的官家小姐 众女子坐在四面通风的花厅里 喝着茶 聊着天 气氛颇为热闻 启禀郡主 南姑娘到了 侍女话音落下 刹那间天安地静 花厅中众人纷纷转头看了过来 一个穿着鹅黄色长裙的少女 端着茶盏 酸溜溜地开口 南娇 这不是你家嫡姐吗 你们怎么不一起过来 南娇看到南希突然到来 也有些意外 可她心里记恨着 没有要到的三千两银子 跟着一起冷嘲热服 大姐昨天晚上去了摄政王府 我就算想跟大姐一到来 也没机会啊 宝林郡主林家 起身朝南希走去 并开口对这些酸溜溜的小姐们 敌数有别 尊卑有序 南希是丞相府唯一的嫡女 南娇没跟她一到过来 不是挺正常的吗 有什么可问呢 说着 主动揽上了南希的手臂 南姑娘过来这边坐 别理他们 看着今天的寿星这般对南希 其余人都暗暗发恨 南希心头微动 宝林郡主 似乎也没有传闻中那样霸道交纵了 反倒有些亲切 这时 一女子阴阳怪气地开口 家家 本郡主不想跟作风不正的人坐在一起 你把南姑娘安排到别处去 此言一出 花亭里空气一泥 坐在桌前的几个女子 都流露出看好戏的神色 说话的女子 是端王府的小郡主容乐 当今皇上的堂妹 跟长公主是一个辈分 宝林郡主还得喊她一声堂名 不过因为 两人年纪相仿 又同是皇族宗亲 辈分什么的 早就被忽略了 两人见面都各喊对方的名字 宝林郡主听到这样的话 微微皱眉 南姑娘难得来一趟 容乐 你别为难她 容乐冷笑 我为难她 昨天皇城中的留言 哪条不是议论这位南姑娘呢 她敢做那些事 还怕别人说不成 南希沉默地看着他们 这些权贵世家 还是一如既往地看不起我 就因为我娘是商户出身 这些人还真是可笑 穿着鹅黄色长裙的少女跟着街口 就是既然做了不要脸的事 就该承受非议 不过商户出身的女儿 跟咱们毕竟不同 恐怕都不知道羞耻心是什么 啪的一声 一记响亮的耳光突然响起 打得正在说话的少女 一个猝不及防 未说完的话戛然而止 女子又惊又怒地站起身 你竟敢打我 银月甩了甩手 霸气开口 我叫银月 是摄政王府的护卫 奉我家王爷之命 保护姑娘 任何人敢对姑娘无礼 我都可以出手教训 若有不服者 请去找我家王爷理论 一番话铿锵有力 刚要大怒的女子 脸色骤变 捂着脸喷的一声 坐回了凳子上 脸色极其难看 一句话说不出来 众女子都脸色难看地 低下了头 心头既看不起南希 又震慑于摄政王荣豫的铁血威压 一时之间 竟无人敢主动开口说话 银月健壮 嘴角不由泛起 几分得意和轻视 权贵加千金 还敢看不起我家姑娘 怎么听到王爷的名头 就不敢吭声了呢 南希淡淡一笑 优雅地坐了下来 原来我不仅在三姑六婆的嘴里出了名 各位郡主大小姐 也对我的事情如此感兴趣 荣乐郡主刚才说 我做了那些事 我还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不如郡主给我解解货 荣乐郡主冷冷看着南希 你做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 还让本郡主给你解惑 你算个什么东西 南希不疾不虚地喝了口茶 嗯 我的确不算什么东西 荣豫说要娶我为妻 到时候荣乐郡主还得乖乖 喊我一声黄声 不知道这算不算资格 此言一出 荣乐郡主暴跳如雷地站了起来 大吼 你在做梦 南希浅浅一笑 银月就笑眯眯地开口 姑娘不是做梦呢 我家王爷确实说过 要娶姑娘为妻 眼下就等着姑娘点头了 荣乐郡主的脸色彻底僵重 心里仍然不相信 黄叔怎么可能会喜欢南希 这种庸俗的女子 其他女子则面面相去 摄政王是皇上 都要忌惮的人 都畏惧了 怕被秋后算账 南希看了过来 淡淡开口 荣乐郡主 你还没帮我解惑呢 荣乐郡主猛地放下茶盏 冷哼了一声 谁不知道你朝三暮四 抛弃顾亲书改头皇叔的怀抱 真当你做的这些事 没人议论 荣妙妙也低声讽刺 就是 你就算堵住了我们的嘴 难不成 你还能堵住天下悠悠众口 南希唇角微扬 眸光平静清冷地 看向眼前这些人 为何堵不住 把所有乱说话的人舌头拔掉 让他们从此不能再说话 不就堵住了吗 众贵女一领 脸色瞬间要多难看 就有多难看 她身为丞相府敌女 只因娘亲是商户出身 便走到哪里 都被世家小姐刁难排挤 南希参加保林郡主声陈彦 毫无意外 再次被皇族小姐冷嘲热讽 南希却不恼 眸光平静清冷地 看着眼前这些人 想要堵住悠悠众口有何难 把所有乱说话的人舌头拔掉 让他们从此不能再说话 不就堵住了 迎双 你告诉王爷 明日开始 让王爷派人在皇城中巡逻 但凡敢议论我和王爷的人 全部抓起来 把舌头割掉 听到南希这句话 银双冷冷地应了声势 属下定会给王爷转达 说干就干 让众贵女一领 脸色要多难看 就有多难看 南娇勉强笑着开口 姐姐何必大动肝火 我们都是开玩笑的 你别放在心上 南希没烧轻跳 你们拿我的明节开玩笑 银月 他们方才说的那些话 你都记下 回去让王爷也听听 看王爷会不会觉得这是开玩笑 银月脆声声道得令 属下定一字不漏地转达 荣乐郡主死死地盯着南希 眼底尽是讽刺 像是在无声地嘲讽南希 只会仗着摄政王的名头压人 可南希根本不在 荣誉的名头好用 为什么不用 这些自认为高人一等的贵女们 不也同样是仗着自己的出身来压人 若真论本事 他们谁又比他强了多少 前世吃了太多的亏 今生南希除了需要补偿他娘和荣誉 其他人休想再在他面前 占一丁点便宜 宝灵郡主双手端起一盏茶 递给南希 忙打圆场 行了行了 今天都是为了我的生辰而来 给我点面子 看在我叔祖父的面上 大家都消消气 以后还是朋友 南希原本就没怎么生气 此时听到宝灵郡主这句话 忽然就被戳到了笑顶 荣誉虽然年纪不大 可这辈分实在高的让人不得不低头 当今皇帝比荣誉大得多 却也得乖乖喊一声皇叔 而十六岁的宝灵郡主则 只能叫叔祖父 南希想着 自己跟宝灵郡主年岁相仿 这要是嫁给了荣誉 不就成了宝灵郡主的叔祖母 年纪轻轻就当祖母了 回过神来 取下了自己腕上的镯子 敏唇浅笑 家家 这是我昨天花了一万两 在沐浴买的翡翠镯子 若你不嫌弃铜锈未重 就送给你 当做生辰鹤礼了 以南希跟宝灵郡主 这样的交情而言 这鹤里可是超大手笔 在场的贵女们 盯着南希手里的镯子 羡慕极度狠 宝灵郡主也惊得不行 这太贵重了 不太好吧 嘴上虽客气 可盯着镯子的两眼 却在放光 同臭味 不 这么美的镯子 明明只有高雅贵气好吗 南希故意抬起 自己月光纱的云秀 绣着裙子上淡淡的清香味 有个出生商户的娘 的确苦恼 每每被人议论 出生不够高贵 还要经常跟金银打交道 就怕沾染一身铜臭味 让人嫌弃 不过还好 金银虽俗气 可她能买到的东西 却不俗 南希直起宝灵郡主的手腕 把镯子戴在她的腕上 你看这镯子 通透翠绿 橙色极好 就该配清贵 高雅的女子 佳佳 你说是不是 宝灵郡主心花怒放的蒙点头 是啊是啊 南姑娘说得太对了 我就喜欢金银这等俗物 荣乐郡主黑着脸 忽然喊了声佳佳 一只镯子 就把你收买了 宝灵郡主晃着手腕上镯子 开心的不行 转头看向荣乐郡主 这是南姑娘送我的生辰鹤里 又不是要收买我去做什么坏事 南希又来家拔火 佳佳 等以后我做了摄政王妃 就是你的长辈了 我还有更重的礼物送你 宝灵郡主想到南希那财大气粗的娘 顿时心花怒放 几乎恨不得让南希现在就嫁给摄政王 南娇盯着宝灵郡主手上的镯子眼热得很 心里把南希骂了个狗血淋头 明明我也是南家小姐 凭什么就一两银子都拿不到 她却能买一万两的镯子 郡主 温姑娘来了 花厅外侍女的禀报声响起 打破了厅里不太和谐的气氛 众贵女转头看去 花厅外 一个身着粉白色青纱薄裙的女子 带着侍女走了进来 气质高雅 眉眼间泛着几分傲气 温蓝优雅地 把一只长条形锦盒送上 家家 生辰快乐 有了南希送的好礼 宝灵郡主接过锦盒 也没打开看 但笑是一温姑娘请坐 温蓝随即走到容乐郡主 隔壁的位置坐了下来 容乐郡主阴郁的表情微散 眼底浮现几分看好戏的色泽 温蓝乃是当今太服温红如的孙女 不仅仍长得美 而且打小 就冰雪聪明 才情出众 是帝都人人称颂的才女 最重要的是她倾心摄政王荣誉 为了嫁给摄政王 连皇上的选秀都推脱了 要是她知道了 南希自称摄政王妃 这下有好戏看了 温蓝的目光落在了南希面上 带着些许应物 她轻戳一口茶 宝灵郡主什么时候 跟南姑娘关系这么好了 这话说得有点深意 这是看不上南希 且直言宝灵郡主 跟南希二人关系舒淡 身份上也有所差距 根本不该如此时这般亲密 宝灵郡主笑了笑 我跟南姑娘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当然要好好相处 温蓝不动声色地 扫了一眼淡定品尝的南希 郡主喝出此言 宝灵郡主的回应 因为摄政王叔祖父 要娶南希为妻啊 等她成了摄政王妃 我们不就是一家人吗 温蓝文言 表情细不可查的一顿 随即淡笑 摄政王妃 我怎么没听说 宝灵郡主与赛 下意识地看向南希 南希不疾不徐地抬眸 温姑娘又不是神仙 怎么可能事事都知道 况且 这是我跟荣誉的私事 没必要招告天下 话音落下 花厅里几个贵女 眼神都有些微妙地看着南希 没料到南希会如此直应地 跟温蓝说话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打温蓝的脸 果然是仗着摄政王的权势 无所畏惧 连温太父的孙女 都不放在眼里 世家身份 太父的孙女 京都才女名头 让温蓝自我优越感极强 继续挑衅南希 南姑娘如此迫不及待地 告诉旁人 摄政王要娶你的消息 不就是在招告天下了吗 南希环顾一周 漫不经心地说 只是招告了在场的诸位而已 毕竟生辰宴还没结束 各位暂时还没来得及 把这个消息宣扬出去 众人都禁忌无声 这时 温蓝的贴身侍女 突然出声 果然越缺什么 就越喜欢显摆什么 摄政王要娶妻 不过是男姑娘的一面之词 别到时候被打脸就好看了 林家皱眉 长见识了 一个小小的侍女 居然敢当着这么多权贵千金的面 公然诋毁成相府狄姑娘 温蓝号称端庄高雅的大财女 身边的侍女 却是这般没有分寸 荣妙妙这个傻蛋 迫不及待地点头 没错 我可没听到黄叔要娶妻的消息 就算真要娶妻 也不可能娶一个商户女为王妃的 银月也站了出来 冷冷一笑 我家王爷之所以没有把消息放出去 不过是因为 此前男姑娘一直不曾答应 王爷怕惹了姑娘生气 才没有对外宣布 温姑娘聪明优雅 温太傅也是个极重规矩的老者 没想到温姑娘身边的侍女 竟是如此没规没矩 一个卑贱玩意儿 也敢公然嘲讽 贬低相府贵女 谁给你的胆子 温蓝神色微变 不悦的敏唇 身后的侍女心头咯噔一下 还想开口反击 恰在这时 花厅外一人匆匆而来 站在外面禀报 启禀郡主 丞相府刚派人递了消息 宝林郡主差异点看了也难些 随即转头问到什么消息 摄政王亲自去丞相府提亲 说要迎娶男家大姑娘为正妃 说等郡主的生辰宴结束后 请男大姑娘直接回相府 打脸来得快又狠 花厅里的贵女们表情怪异 尤其是温蓝 她最崇拜轻木的男人 居然娶了她最瞧不起的女人 心头一阵翻江倒海 脑子里一片空白 银月也趁机再加一把火 各位都听到了 我家王爷亲自去提亲 足见对男姑娘的一腔情深 以后男姑娘就是摄政王府的女主子 我倒要看看 在座的各位 还有谁敢口出狂言 南西安静地坐在那里 端着斩茶咪咪笑 心头暗叹 银月实在是个太给力了 瞧瞧这气势 她根本都不用多说什么 银月一个人就把一切都解决了 这会儿 银月的目光落在了温蓝脸上 温太傅至家不言 我觉得有必要跟王爷反映一下 连自家下人都管不好 谈和治国平天下 温蓝皱起眉头 我祖父曾是皇子们的老师 你一句至家不言 就想抹掉他多年的功劳 银月悠悠地反驳 温姑娘此言诧异 我并没有哪一句话 是在否认温太傅的功劳 可功劳和失职是两码事 有功可不是至家不言的理由 温府下人 今日可以尊卑不分 公然指责诋毁男姑娘 来日到了王爷或者皇上面前 是不是也可以大逆不到 无视尊卑礼仪 下人尚且如此 温府上下岂不是眼中皆无君王 根本不可能做到忠诚弑 一番话句句直指要害 不仅温蓝和他身后的侍女 脸色骤变 便是花厅里其他并不相干的贵女们 一时一脸难堪 不敢轻易开口 论口才 在场的所有人加起来 也敌不过一个音乐 她不仅是牙尖嘴利 胆量也惊人 当着这么多郡主贵女的面 胆大包天地指责 温太傅至家不言 这已经不是胆子大 而根本是不知死活了 可谁让她是摄政王府出来的护卫呢 背靠着摄政王 就算她指着温太傅的鼻子骂 也没人敢说什么 摄政王荣誉少年时期就带兵打仗 早就习惯了杀伐无情 根本不把这些所谓德高望重的文臣放在眼中 众所周知 先帝在位时 她都是军前不贵的主 一顶至家不言 士君不忠的帽子扣下来 谁也承担不起 温蓝的侍女已是面如土色 就是因为她方才多嘴 一时之间只觉大祸临头 胶着不安 温蓝默了默开口 秋月给男姑娘赔罪道歉 秋月便走到南西面前 低声开口 刚才是奴婢不对 我有眼无珠 请南姑娘大人有大量 别跟婢子一般计较 南西看了她一眼 似笑非笑开口 这就是你认错的态度 秋月还不以为然 忙说我是温家的侍女 南西挑眉 那又如何 别说你一个侍女 就算是德高望重的温太傅 若是当真做错了事 需要赔礼道歉 难道就不该拿出点诚意来 秋月下意识地转头 朝她家小姐看去 温蓝见南西不顺踢下 很不愿 南姑娘这是故意 要跟我叫板 南西淡笑 温姑娘别太抬举自己 我有跟你叫板的时间 还不如回摄政王府 跟王爷喝杯茶 诗情花意一番呢 这话像是一刀扎进了温蓝心口 她刹那间色变 狠狠地攥紧了手 其他贵女都恶然 南西连表面功夫都不屑做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如此打温蓝的脸 甚至还恬不知耻地 嗅了把恩爱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花厅里气氛格外压抑 宝林郡主开口打破僵局 温姑娘 你的侍女确实是了规矩 理当承担后果 温蓝诧异地睁大了眼 宝林郡主竟如此维护男姑娘 荣乐郡主也出生 家家 秋月也是无心之过 荣妙妙也出生富和 是啊 秋月也不是故意的 你看温姑娘如此知书达理 就知道她身边的人应该懂规矩 秋月只是护主心切 并无冒犯男姑娘的意思 这睁着眼睛说瞎话 荣乐就不能忍了 不是故意的 就该躲在旁边当哑巴 她家小姐没教她 如何做个合格的奴才 主子说话 有你插嘴的范儿 这话明知是在骂秋月 实则针对谁 一目了然 秋月反驳道 你刚才不也说话了吗 荣乐抱着膀子 要多嚣张 有多嚣张 是啊 我说话了 怎么了 我说话我敢承认 我就是故意的 我不但故意让你难看 我还不用赔礼道歉 你有什么意见 一想到是摄政王府的金牌护卫 秋月脸仗的通红 被噎的一句话说不出来 温蓝更是首次体会到了脸被打肿的感觉 坐立难安 着实脑恨的粉 宝林郡主没想到今天会弄得这么僵 但听着南希和银月这对主仆 对得在场的人各个落花流水 她心里只觉得莫名的爽 这些贵女们仗着自己身份高贵 不是看不起这个就是看不起那个 看着表面跟她热络 然而私底下既嫉妒她在心地面前得宠 又看不起她是最沉的女儿 口是心非 虚伪至极 若非南希和银月当众打了这群贵女的脸 她都快忘了畅快淋漓 原来是这种感觉 想到这里 宝林郡主嘴角浮现了一抹笑意 看在其他人眼里 以为是打圆场的安抚 实则她就是想笑而已 南姑娘大人有大量 就别跟她一般见识了 前厅宴席已开 我们去就坐吧 温蓝闻言簇着眉 郡主什么意思 南姑娘大人有大量 意思是说 我气量狭小吗 南希却是看出了宝林郡主的笑容 这比自己还开心 看来她对这些贵女 也是积怨颇深了